第2141章一件 人生奈我何 我奈人生何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着这样那样的无奈 而人往往又是不希望无奈的 所以人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避免或者解决这些无奈 但是 但是我奈人生何啊 人力有时尽 有些事情 你明知道它会发生 但是你却不可能避免它发生啊 就像是现在的韩语 他心中有一千个无奈 但是因为这是无奈 所以他无从选择 所以他只能站在原地等死 so 有风声响起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韩语眼睛瞬间睁了开来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了某些事情正在发生 而当韩语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事情果然真的发生了 有鲜血在流 从那把纯黑的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成的软件身上流下来 不断流下 就如同那里出现了一个源头 要让一条溪水从此形成并且源源不断 韩语之所以能够看到鲜血 自然是因为鲜血不是从他的胸膛之上流下的 而此时在场的只有两个人 韩语既然没有流血 那么 那么流血的那个人自然就只能是黄囚龙了 是的 在最后一个刹那 在黄囚龙的剑就要刺穿韩语的心脏的时候 黄囚龙突然收剑 手腕一抖 让软体标射出一个美丽的弧度 然后 然后软剑变如同一条毒蛇一般 凶狠而快速地向着黄囚龙的胸口而去 以 韩语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他想不到 在最后的最后 黄囚龙竟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在刚刚 韩语已经准备承受这最后一剑了 他觉得这是自己亏欠黄囚龙的 所以他要还 但是 但是在最后的最后 黄囚龙竟然给了自己一剑 而不是他韩语 为什么 在一会之后 韩语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黄囚龙嘴角狠狠瞧了瞧 让嘴角勾出一个残忍的弧度 然后才咬着牙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为什么 你滚 现在就滚 最好就不要再让我看见你 否则你一定会死在我手上的 无论我用什么方法 说完这句话 仿佛已经用尽了黄囚龙的全身力气 他整个人都软了 几乎都要倒在地上了 但是最终黄囚龙还是用自己的那把软件 撑住了自己的身体 不让自己倒下 看着黄囚龙苍白的脸色 感受着黄囚龙体内奇迹的紊乱 韩语的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神色凝重到了极点 韩语很清楚 刚刚的那一件 黄囚龙是带着绝对的杀意的 而在最后的最后 在剑向着自己的胸膛而去的时候 黄囚龙也根本没有改变自己的杀意 他是在自杀啊 想明白这一点 韩语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觉得黄囚龙真的很伟大 至少在某一方面他能够被称为伟大 至少韩语觉得自己如果只是为了一场战斗 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因为想要和某个人战斗 他可以将很多东西放下 甚至是自己的尊严 而最终当那个人不肯和自己战斗的时候 他却不能停止战斗 唯一能够让他停止战斗的便是让他自己没有战斗的能力 这是怎样一种心思啊 这是怎样一种情怀啊 那个人不肯出全力 那么这场战斗便没有任何意思 而他已经将这场战斗当成了自己的性命 所以最终如果不能战斗 那么他便只能死 只能让自己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 这个人值得尊敬 值得任何人尊敬 至少他在这方面的表现 就是韩宇远远不如的 韩宇不由觉得很愧疚 对黄囚龙感到愧疚 这个时候 韩宇很想做点什么 为黄囚龙做点什么 例如为黄囚龙疗伤 例如和黄囚龙说一些道歉的话 但是 但是此时韩宇却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这个时候 韩宇看到了黄囚龙的眼睛 看到了那双依旧骄傲却充满了痛苦的眼睛 韩宇很清楚这种痛苦不是因为黄囚龙感觉到了疼痛 像是黄囚龙这样的人 即便疼痛再强大一百倍一千倍 他也不会表现出任何一点痛苦的表情 而黄囚龙的痛苦 还是因为韩宇啊 再次深深地吸了口气 韩宇对着黄囚龙说道 等我 我一定会从那里出来的 我一定会再一次活着来到你面前 那个时间可能会很久 但是我一定会来 我一定会和你有意战 说完 韩宇身子突然一动 掠了起来 向着东方而去 向着王林花所在而去 头一次也没有回过 一次也没有 这是此时韩宇能够给予黄囚龙唯一的尊重了 一个强者 一个骄傲到了天上去的强者 是绝对不希望人家看到他受伤的样子的 更不希望别人看见他痛苦的样子 而当韩宇离开之后 黄囚龙突然就倒在地上 刚刚的那一件 黄囚龙实在是太过于狠心了 他已经让自己的倒机都受到伤害了 他早就应该倒下了 更有可能 从此以后 他的修为将再不可能提升 或许现在说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一个人的修为能不能提高的首要条件 还是这个人能够活着啊 现在 现在对于黄囚龙来说 难道活着不都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这里是荒山野岭 这里到处都是凶狠的凶兽 而黄囚龙已经没有任何行动的力量 或许直到几天之后 他都不能够活动啊 那么 那些凶狠的凶兽 难道不能够轻易将黄囚龙给吞进肚子里面 或许就是在退一步来说 没有凶兽敢于靠近黄囚龙 但如果没有人出现 黄囚龙任凭着自己的鲜血在流逝 任凭着生命在流逝 那么最终等待他的还不是死亡 是的 这个时候的黄囚龙甚至是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了 而这一切都是黄囚龙自己给自己带来的 对于这一切 黄囚龙后悔吗 如果此时你也看到黄囚龙的脸色 也看到黄囚龙的眼睛 那么你就不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了 此时 黄囚龙的眼睛正看向寒雨离开的方向 眼睛里满是一种亮眼的让人没有办法解释的光芒 而黄囚龙的脸上 此时竟然 竟然出现了笑容 快乐的满足的开心的幸福的笑容 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容 是的 黄囚龙在开心 在生死未博在自己很有可能死在这里的这时 他依旧在开心着 因为 因为韩宇刚刚的表现 因为韩宇刚刚的沉默 他终究还是要和韩宇一战的啊 而如果今天黄囚龙能够活下来 能够稳固自己的倒机 那么 那么那个时候的黄囚龙究竟会强大到什么地步 有人这样说过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黄囚龙本来就已经无比强大了 而经历今天的生死大劫 那么 那个时候的黄囚龙是不是就能够领悟到什么 真正成为一个强大到无人能比的存在 黄囚龙究竟怎么样了 韩宇无从得知 而此时韩宇也准备将黄囚龙给抛之脑后了 因为韩宇觉得这样才是对那样一个人的尊重 韩宇已经伤害了黄囚龙 为了寻找王林花 为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心中的那份坚持 那么 那么韩宇就有义务有责任要找到王林花 连同黄囚龙的那一份都努力进去 然后 然后再一次站在黄囚龙面前 以自己最强大的姿态 和黄囚龙进行一场公平的绝对的拼尽生死的大战 是的 在这一刻 韩宇根本就没有想过黄囚龙会死去 即便韩宇知道黄囚龙已经身受重伤 已经奄奄一席 因为韩宇想要相信也在相信着 像是黄囚龙那样的人 不应该就这样死去 那个人是骄傲的 那个人是高高在上的 所以那个人的死就应该是辉煌的 应该被全世界都记得的 在某储停留了一会之后 韩宇深深呼吸了几下 然后继续向前 既然已经让太多人受伤 既然已经让太多人难受 那么 韩宇就更加应该一往无前 就更加应该拼尽一切 也不知道今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韩宇在短短的几个时辰之内 已经遇到了不少人 这段时间之内更是发生了不少的事 先是韩宇大战了魏家的一些 然后是蔚兰的叔叔出面 让这边的所有岛屿震惊 再接着 韩宇遇见了张家 让云浩和张家之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再到后来 韩宇更是直接就将云浩给打趴在地上 让他再难以动作 然后便是刚刚了 刚刚韩宇让这边岛屿的骄傲和恐惧 黄囚龙也倒在了地上 可以说 今天一天之内 韩宇几乎都将这边80一座岛屿最优秀的年轻人遇了一个遍 老天仿佛并不喜欢几乎这两个字 真的要让韩宇将这边最优秀的一些年轻人全部遇见一个遍 之前的时候 韩宇遇见了黄囚龙 遇见了这边武力和修为最有前途的年轻一辈 而现在 现在韩宇则遇到了在另外一个领域走到了极端的另外一个年轻人 是的 就在这时 就在韩宇的前方 就在离着前边那个亡灵花所在的区域面前 韩宇遇见了莫离 天算莫离 能够将世间一切都算进去的天算莫离 为此 韩宇不由觉得有点疑惑了起来 他不知道莫离为什么要在这里出现 出现在此时都能够看到前面那一片大雾那亡灵花所在的区域的前面 莫离究竟是为了什么才出现在这里 第2142章黑暗和光明 在韩宇到此为此的有生之年里面 他遇到了很多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 有大奸大恶的 有忠厚善良的 有狡猾如虎的 有凶狠如狼的 有灵动如天仙的 有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让韩宇完全记住 但当然 现实黄囚龙这样的人 即便只是见到一面 韩宇也会永远记得 因为像是黄囚龙这样的人 身上总有着一些平常人没有的东西 而莫离自然也算是这样一种人 莫离是怎样一个人 她的脸几乎什么时候都是苍白的 她的脸上也有着一股像是永远都化不开的忧愁 像是她每天都要在围整个世界担忧 莫离的那双眼睛更是如同蓝色的天空一般忧郁 让人看到一眼 她的眼睛便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的快乐 仿佛深深陷入了大海的最深处 这个男人太忧郁了 这个男人太虚弱了 这个男人让文者伤心见者流泪 你怎么会在这里 虽然韩宇知道自己之前受到的很多伤害 都是因为这个男人而起 甚至乎自己还有那么几次差点死在了这个男人的不止之下 但是韩宇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憎恨这个男人 甚至乎还有那么一点喜欢和欣赏他 莫离微微一笑 但是眼中的忧郁却并没有化开 甚至乎还显得更加浓烈了一点 我在等你 说到这里 突然的 莫离的身子就是向前一倾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韩宇能够感受到此时莫离的虚弱 他体内像是有着某种不可愈合的伤口 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站立了太久 他的这个伤口此时已经无限扩大 几乎都到了要他命的程度 你没事吧 韩宇担忧地看着莫离说道 没事 不过如果你再晚一点出现 等到太阳升天的时候 当阳光照射到我的时候 那么或许那个时候我就不能和你说话了 哈哈 莫离从怀中抽出一方手帕将嘴边的鲜血给抹去 脸上带着笑容 温和得像是一个老朋友一般和韩宇说着话 你为什么要等我 这是韩宇最关心的问题 莫离又是唯唯一笑 眼睛看向天边几乎都要完全消失的月亮 等了一会之后 才看向韩宇说道 我想在你身上找到答案 沉默答案 韩宇虽然也可以说计谋难双了 但是却不可能真正将每一个人最心底的那些心思读出来 这个世界上也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也就完全不明白莫离此时正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要找寻王菱花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相信 最起码 那个时候 我认为你要找王菱花 只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宝贵 而你根本就不知道要找到这个东西会让你付出怎样的代价 莫离缓缓说道 语气显得有点优远 像是在回忆起了什么久远的往事一般 韩宇没有打断莫离 只是静静地看卓莫离 等待卓莫离继续将话说下去 然后我知道了 知道你是真的决心要找到王菱花 无论前面遇到多大的危险 甚至乎你已经几次违在旦夕了 但是你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 说到这里 莫离看向韩宇的眼睛突然就亮了起来 就像是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突然就有一盏灯亮了起来一般 我记得你和我说过 人生总是有希望的 无论这个希望多么的渺茫 你都不应该放弃 因为你一旦放弃 那么你的希望也就不再是希望了 没有去尝试 那么你就一定会失败 而如果尝试了 无论这个过程会多么的困难 你也总会有成功的可能 莫离说着说着 像是突然就激动了起来 语气变得激昂了起来 如果此时有熟悉莫离的人在这里 那么他一定会感觉到吃惊的 因为他们熟悉的莫离是一个极少 甚至可以说是从来就不会激动的人 即便遇到天大的事情 到了莫离这里 仿佛都只是等闲的事情 因为这个家伙能够将一切都算尽 事情只是开始了 他就已经能够看到结果了 但是 但是现在莫离确确确实实像是一个小孩子一般激动了起来 然后 然后激动的莫离突然就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你 你没事吧 你身体内有着某种伤 你不应该如此激动的 韩宇再次担忧地看向莫离 担忧地说道 我没事 你让我继续将话说完 我有太多话都要说了 而平常时候 我根本就不能对任何人去说这些话 莫离打算了韩宇 没有用手帕去擦鲜血 而是直接就一手将自己口中的鲜血给擦掉了 这对于平常时候给人一种有洁癖感觉的莫离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 或许还是因为此时的莫离太过于激动了吧 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奇怪的家族里面 我们这个家族里面的人 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 我们的脑袋像是天慈的脑袋 在一个刹那里面 就能够将别人一天甚至是一个月都想不通的事情想通 所以我们这一族理所当然应该强大才对 但是 但是事实却又不是这样 我们这一族 可以说是很弱小 弱小到几乎任何人都能够欺负我们 因为 因为我们一族的人 几乎就是不能修炼啊 或许这样说是有点偏颇的 我们一族的人其实是可以修行的 但是却不可能将自己的修为提到多高 原来这样也是无所谓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就算没有强大的修为 也是可以生活的 但是 但是我们一族却不能安静地生活 因为我们的脑袋实在太好用了 而一些人或者说一些家族 他们家族之内有了强大的实力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些力量 于是乎他们就找到了我们 他们想要我们为他们出谋划策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 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实在太过于肮脏了 可是 可是人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些时候 自己是不能够掌握自己的未来的 我们的实力实在太弱了 那些人也实在太强大了 他们当中随便一个 都几乎能够轻易将我们一族的所有人给杀死 所以 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命令 我们不得不为他们出谋划策 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只为了生存下去 然后 然后我们为一些人做成了一些事情 而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认识了我们这一族 知道了我们这一族是怎么一种存在了 然后 然后这些人就想要杀死我们 当然还是有一些人不想要我们死去的 因为我们的生存比死去更有价值 然后 然后我们便成为了傀儡 便成为了只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蝼蚁 哪一方强大 我们就只能站在哪一方的身后 而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力量 没有自己的立场 所以往往让我们成为蝼蚁的那些人 都不会完全信任我们 因为不信任 所以他们对我们很粗鲁 他们几乎完全就不将我们当成人 然后然后我们就像是夹缝中生出来的野草 虽然很艰难 但是我们还是挤破了一点石头 还是生长了起来 还是活了下来 或许我们的形状发生了一些改变 或许我们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样子 但是 但是我们还是活了下来啊 说到这里 莫里的眼眶里已经有泪水流了出来 韩宇虽然还不能够将事情的原貌还原出来 韩宇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的过程 但是 但是从莫里的描述当中 这简简单单的描述当中 却已经能够感受到那份无奈 那份痛苦那份沉重了 连活着都是一种失望 活着更是一种痛苦 但是他们却活了下来 即便他们已经变形 已经很可能失去了原来自己坚守的东西 但是他们还是活了下来 为了活着 一切都是为了活着 这究竟是多么的无奈 多么的痛苦 多么的残忍啊 莫里擦了擦眼泪 继续说道 我们有想过改变这样的生活 但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 我们最终还是发现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我们都绝望了 所以我们都想着死去 但是 但是我们活着从来就不只是为了自己啊 我们还有后代啊 那些后代还是那么的年轻 还是那么的充满活力 我们怎么可能放着他们活着而自己死去 我们更不可能将这样弱小的却又充满了未来的生命给杀死啊 但是 但是即便是活着 我们又能怎么样 那些看似充满了未来的生命 到了一定的时候 我也只有绝望这一条路了 所以当我长大之后 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之后 我也开始绝望了 开始看不到任何的光明 开始生活在黑暗当中 开始见不得任何一点的阳光 所以 当初你说叫我心怀希望 我只觉得你就是一个傻子 根本就什么都不懂的傻子 你叫一个连阳光都不能看见的人 你叫一个看到阳光就很可能会死去的人 去相信温暖去相信光明 难道你不觉得滑稽吗 这真的很沉重 沉重到韩宇都无法听下去了 但是就在这时 就在这充满了黑暗的话语说出来的这时 莫莉的眼睛再次亮了起来 就如同此时已经露出了一点晨光的太阳一般 充满了光亮 但是 但是 第2143张苦 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多的黑暗了 多到你根本就数不清楚 看不明白想不通透 那些黑暗是这样的漆黑 是这样的沉重 漆黑到让你就算点着烛火也找不到方向 沉重到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了你身上 让你连呼吸都难以 韩宇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莫离的沉重 甚至乎在想象的时候 也绝对没有办法将当中1%的沉重读出来 但是 此时的韩宇也已经感受到了沉重 一种让自己无法呼吸的沉重 一种只让他觉得全身都在颤抖眼泪都要流出来的沉重 这个男人 活着真是太累了 莫离深深吸了口气 看着韩宇不由笑了起来 说道 你不用这样 因为我们不需要可怜 可怜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没有用处的东西 我们需要的是实力 需要的是改变 我能够帮助到你们什么吗 韩宇认真地看着莫离 认真地说道 莫离再次唯唯一笑 摇了摇头 然后竟然又点了点头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我遇到最为特别的人 可以说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奇迹 一个惊天的奇迹 仿佛什么事情到了你身上都有可能变为可能 甚至呼你说你要将天给轰下来 我都觉得是可能的事情了 至少现在我觉得是这样的 刚刚我说的那个但是 就是因为你我说我是来这里找答案的 而因为你出现在这里 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一半出来了 而剩下的一半说到这里 莫离不由停了下来 眼睛看向了韩宇 又是好一会之后才说话 但这次说的话却已经不是刚刚那个话题了 你知道吗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 东海已经是这个大陆上东边的尽头了 就算是我们这边的人也大多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事实上 东海却还不是我们这个大陆东边的尽头 韩宇不由觉得有点疑惑了同时也好奇了起来 她不知道莫离为什么此时要提出这个问题 她却不由好奇东海之后到底还会有什么 韩宇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真的不长 只有短短一年不够 虽然韩宇已经经历很多事情 甚至乎韩宇经历过的事情都是别人几辈子都不可能经历的 但是事实上 对于这个世界 对于这片大陆 韩宇实在了解的还太少了啊 或者换一个说法应该是这样的 在修为上面 韩宇已经能够算得上登堂入室了 但在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上面 韩宇还真的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菜鸟 至少相对于他的修为来说是这样的 东海之东有着一个叫做吴静海的地方 而至于吴静海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我想这个世界应该也就没有人知道了 就像是这个世界没有多少人知道西边的大漠之后还有什么一样 从来没有一个将他们走到尽头的人再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莫里眼睛再次看向了远方 东边的远方 眼睛无比的忧郁 眼睛几乎没有焦点 仿佛在这一刻 莫里已经处在了一种痴呆的状态 韩宇很吃惊 想不到这个世界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秘密 想不到这个世界竟然还有这么多根本没有被任何人完全探索的地方 对这个世界 对这片大陆有着更多的敬畏了 但是 但是韩宇还是不由觉得有点疑惑 因为他还是根本不知道莫里说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刚刚莫里不是在说着自己的家族自己的绅士自己的无奈吗 怎么他突然就说到了这些 但是韩宇却没有插话 他知道莫里绝对不是那种会将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说给自己听的人 莫里就如同他韩宇一般并不是有着太多时间可以去浪费的人 此时太阳已经有大半边脸从远处的大山上露了出来 果然 一会之后莫里再次出口 我前面就说过 我的家族是一个很奇怪的家族 我们家族的人的脑袋仿佛天生就与众不同 而像是我们这样的家族 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 根据我们家族里的一些记载 我们这一族人正是从东边的无尽海而来 莫里爆出一个天大的秘密 一个就算是这边的81岛屿的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天大的秘密 韩宇眉头不由就是一条 随即眉头又不由皱了起来 他不知道莫里为什么要和他说这些 但是韩宇却能够想到这一个秘密 很可能会让莫里一族就此对覆灭 对于未知的东西 人们总是会保持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特别是这种未知的东西可能代表着某种力量的时候 而对于无尽海 这边的81座岛屿的人几乎都可以说一无所知 如果他们知道莫里并不是这边岛屿上的人 而莫里一族的人又表现出了与众不同 并且让人会害怕的一面 那么 那个时候 难道他们不会惧怕 不会生出一种 这个家族在以后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威胁 甚至是让他们的家族毁灭的后果 毕竟这边81座岛屿之上的家族都或多或少伤害过 莫里这个家族都或多或少威迫过他们这个家族 如此 他们难道不会想 如果莫里这个家族能够得到强大的力量 就会报复他们 这是韩宇瞬间想到的事情 所以韩宇不由问道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情 我好像和你根本就不是太熟悉 甚至乎 我们之前还是敌人 你还差点杀死了我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将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 莫里不由唯唯一笑 说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秘密 我已经在心里藏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仿佛我才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便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而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父母已经死了 因为要守护这个消息 可以说现在我已经不多的族人 都没有一个是知道这个消息的 也就是说这个消息 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 因为 因为我之所以会再一次想起这个消息 还是因为你 韩宇无言以对 就算此时知道去说些什么 他也不会开口的 因为他知道此时他只需要做一个旁听者 静静地听完这个看起来就已经无比脆弱 实则比看起来还要脆弱的人的话 既然我是来自吴静海的 那里自然就是我的家 而因为那是我的家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回到那里 或许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缺憾就能够被弥补 说到这里 莫里不由又停了下来 像是想到了什么 嘴角裂了开来 勾出了一个很好看的弧度 就如同冬日温暖人心的阳光一般 充满了温和和希望 韩宇的眉头不由又是一条 他已经明白了莫里的意思 莫里说过他们一族生来就无法修行 或者说生来就没有办法在修行意图上走的多远 而这个原因很可能就是他们并没有生长在自己的家园里面 就如同许多作物一般 没有恰当的气候不是在适合的地方 他们就没有办法生长 而一旦他们在恰当的气候合适的地方 那么他们就会如同在阳光下的向日葵 大大地盛开 如果如果莫里这一族在修行意图中能够走得更远 能够没有任何限制 那么那么他们这一族究竟能够做到什么啊 他们的脑袋简直就是天赐的脑袋 凭借着这颗脑袋 他们都已经能够让几乎可以说是手无伏击之力的自己活下来了 而如果谭语已经不能再想下去了 或许或许假以时日 一个大族一个可能左右整个人类世界 甚至是整个离火大陆的大族就会诞生了吧 那么你怎么不去往那边 谭语立即又想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有一线机会让自己的族人不生活在现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之下 莫里怎么可能不去尝试 之前我就和你说过了 我们现在就算连活着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而活着更是一种让我们生不如死的事情 但是但是我们终究还是想要活着的啊 而而如果我们一族人都要去往那边 就等同于将自己的性命都豁出去了 要知道要知道无尽海 可不是一个能够让人随便进出的地方啊 只是听到这个名字 你应该也能够想到一些事情了 什么是无尽就是你没有办法到达尽头 就是里面蕴藏着无穷的可能和危险 莫里缓缓地说着 脸上又有了无比的沉重之色 看到了希望 但是那个希望又是这样的渺茫 这样的人生该是多么惨淡的悲惨的人生啊 韩宇不由在心中叹息了一下 真不知道此时是应该劝莫里不管一切去追寻这最后的希望 还是依旧保持在现在的状态苟延残喘 所以 韩宇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 人生奈我何 无奈人生奈啊 你不用摆出这样一副表情 我说过你不用可怜 因为相对你来说 我根本就不可怜 又或者说 在你的面前 我不应该觉得可怜 说到这里 莫里的眼睛里出现了坚决之色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韩宇认真说道 我之前说过 我等在这里 等到你出现 我想要的答案就已经出现了一半 因为你让我知道一个人只要不断去努力不断去尝试 总是有可能成功的 你给了我想要带领我的族人去往吴近海的信心 而我想要的另外一半答案 或者说现在我缺少的是 信心能够带领我的族人去到吴近海 回到自己的家乡的信心 我需要看到你从这个区域出来 我需要看到你的到亡灵花 然后 然后我就会毅然决然带着我的所有族人离开这里 莫里说着话 竟然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要知道莫里从来给人的感觉都是虚弱的 都是淡淡的 几乎就没有过这样的表现 可见做出这个决定真的让他很困难 比去吧 你的目标就在前方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 等你出来 然后 然后我就会离开 如果你不出来 莫里再次笑了出来 却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但韩宇也已经明白了莫里的意思 如果韩宇出不来 那么他莫里就会死在这里 现在的莫里都已经无比虚弱了 让他活着的是一口气 一口想要让自己族人解脱出来的气 而如果最终韩宇没有出来 或者死了 那么他的气就泄了 他也就要死了 想到这里的韩宇 再没看一眼莫里 而是向前掠了起来 向着前边的大物掠了起来 第2144章进入 没有办法承诺什么的时候 就不要去承诺 否则只会让你身受重担 只会纳得需要你承诺的人 更加沉重和痛苦 韩宇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韩宇没有去和莫里承诺什么 所以最终韩宇一个字 也没有对莫里说 只直接向前而去了 但是当然的 韩宇的心绪不可能在这一刻 还能够保持完全的平静 莫里真的是一个很悲惨的人 他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他本来就已经无比虚弱了 但是还要用他那脆弱的肩膀 去承受那大山一般的重压 这个世界真的不是你一个人在吃苦 比你苦的人 比你无奈的人 还有太多太多了 但是这些人却没有放弃 他们还在坚持 还在继续向前 莫里都在坚持着 莫里都在前进着 还有什么人能够因为辛苦 因为痛苦 因为各种原因而放弃 而轻生啊 想到这里 韩宇不由紧紧握住了拳头 眼睛重新变得坚定 死死地盯住了前方 将一切的思绪都抛之脑后 是的 此时 韩宇已经来到了亡灵花所在区域前 来到了那片大雾前 终于来到了这片大雾前 这真是一片很大很大的雾啊 大到你几乎在20里之外 只要站到足够高的位置 就能够看到他 而这片雾很浓烈 浓烈到此时 韩宇明明已经站在这片大雾的树米前 却依旧完全没有任何将他给看清楚的可能 韩宇甚至连大雾之内一寸的地方都看不到 也感觉不到 什么都不用想 韩宇就已经知道这阵大雾是一个阵法 一个强大到离谱的阵法 或许就算是志强也没有办法破开吧 如果志强能够破开这个阵法 那么此时亡灵花不是早就没有了 看着眼前的大雾 想着这些事情 韩宇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 因为他知道大雾之内一定藏着无与伦比的危险 知道自己的旅途 或者说自己要面对的危险 现在才开始 如果你也留心周围 那么你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答案的 因为这方圆百里之内 几乎就没有一个人 甚至是一个动物 为什么会没有动物 自然是因为这大雾散发出来的某种气息 让那些嗅觉灵敏的动物感觉到危险 远远地逃去了 而为什么会没有人呢 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王灵花就出现在这里了 他们怎么可能会不来这里 难道是因为知道这里有危险 王灵花这样的宝物 会让多少人就算性命都不要也要抢夺啊 所以这一点就有点奇怪了 而奇怪的地方 总是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总会蕴含着莫名其妙的危险 想到这些的韩宇 更加确定前面很有可能就是一条不归路 但是当然的 已经经历过无数危险 无数次生死的韩宇是不会后退的 因为之前经历的无数次危险 无数次生死 都是因为要获得王灵花啊 在此深深地吸了口气 韩宇伸手向后被轻轻拍了拍被自己背着的小红 说道小红你怕不怕 怕 但是只要有韩宇哥哥在身边 我就能够挺住 小红诚实地打道 韩宇嘴角不由露出了一个微笑 在自己危险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身边的感觉真的很好 这个人总会给你带来温暖带来勇气 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韩宇又伸手回后被轻轻拍了拍小红 恩小红重重地将头点了下去 然后韩宇背着小红大脚一抬 进入了这片代表着太多东西的大雾之内 大雾之内有着通往得到王灵花的路 而这条路注定是不平凡的路 这条路之上究竟有着什么 韩宇又究竟会遇到什么 等到自己的身子完全进入大雾之后 等韩宇眼睛睁开看到眼前的景物之后 韩宇不由就是一愣 是完完全全地愣住了 因为眼前的一切 实在和韩宇想象的相差太远了 说是十万八千里都一点不为过 这里根本就和韩宇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这里有雾气 却不像是外面看起来的那样浓烈 或者说这里的雾气是雾气不正确的 先这样说吧 韩宇来到这里的第一感觉便是 这里是仙境 一眼看过去 这里有很多的山峰 有的山峰连绵成片 仿佛没有镜头 有的山峰直接就竖了起来 就像是一把剑插在了天地间一样 是的 这里的山峰直接就插入了云霄 不过 如果你以为这里的山峰很高很高 那你就错了 因为很容易的 你就能够发现你会轻易地将每一座山峰都从头看到脚 是的 刚刚韩宇看到的雾气或者说以为的雾气 不是其他的什么而是云朵一般的存在 那么 那么为什么山峰不高又能够直接插到云朵之上 如果你没有心脏病 或者说你的神经足够强烈的话 此时你就应该往你的脚下看过去 只见山峰的地下 或者说平常时候应该会有泥土大地所在的这里 根本就没有大地或者泥土 而是 而是一层淡淡的雾气 通过这淡淡的雾气你能够看到的是 山峰和云朵 是的 这里的地面仿佛就是一面镜子 你看着它 就如同透过镜子看到了它之上的所有事物 这里的景物 这里的一切 实在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简直都已经突破了人类的想象力 至少韩宇觉得此时就已经被眼前的一切震撼到了 而韩宇为什么会认为这里是仙境呢 如果只是这里的景物过于奇特和缥缈 像是韩宇这样有经历的人 最多就是震惊一下而已 但是 但是如果你此时深深地呼吸一口 就算你不是修士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也会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感觉 这里的空气太好了吧 是的 那云朵 那雾气 其实正是浓郁到了凝结的灵气 这里的灵气简直都要冲天了 韩宇不由再次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 然后继续向前而去 同时变得小心翼翼了起来 这里和韩宇的想象实在太不一样了 而这里也实在太美太适合修行了 而这里却又是亡灵花所在的区域 那么 那么无论怎么看怎么想 这里的危险都一定到达了某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突然的韩宇发现了一样东西 在某座山峰之上 某座直接从地上拔起的完全由石头堆砌而成的山峰之上 韩宇看到了一棵树 如果只是因为这棵树能够在石头上生长 韩宇是不会吃惊的 也不会多看这棵树几眼的 实在是因为这棵树 这棵树竟然是生命之树 无比宝贵 在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里都能够算得上是顶尖宝物的生命之树 生命之树之上自然是长着生命果实的 而韩宇能够看见 这棵树并不是不会生出果实的枯树 从那枝鸭折断的痕迹 韩宇能够发现这些痕迹还很新 也就是说 不久前那里应该长出了生命果实 而那棵生命果实被什么人或者东西给取走了 为此 韩宇不得不更加认真了起来 因为这里绝不会像是现在看起来这样平静 然后 然后韩宇继续向前 又是突然的 韩宇的眼睛猛然瞪大了起来 因为就在这时 韩宇看到了一个身影 看到这个身影 韩宇的第一反应便是想要略向前去 无论怎么样 在这里能够遇到一个人都是好事 韩宇想着至少自己都能够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一些资讯 但是 在这一刻 韩宇却不得不再次被震惊到愣在了原地 同时心像是小鹿乱撞一般扑通扑通地聚列地跳动了起来 那个身影的主人此时正向着某座山峰而去 这座山峰之上有着一棵大树 那棵大树正是生命之树 这个身影的主人来到了生命之树之前 然后停在原地 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然后 一会之后 这个身影的主人突然便躁动了起来 他伸出了手 伸出了双手狠狠地抓住了那棵大树 然后双手一用力 便将生命之树连根拔起 然后 然后这个身影的主人像是发疯了一般 猛地一甩大树 大树当即飞了出去 然后 一声巨响响起 那棵大树撞到了某座山峰之上 那座山峰当即轰碎了开来 就这一点 韩宇就能够判断出这个身影的主人的修为绝对不弱 至少都有玄尊修为了 然后 然后这个身影的主人突然消失在了原地 不是这个身影的主人撕裂了空间 而是 而是他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了一种缩地成寸的地步 他一个闪身 人便已经直接出现在了另外一座大山之上 这座大山之上也有着生命之树 而同样的这座大山之上的生命果实已经不见了 这个身影的主人再次将生命之树拔起 再次让一座大山轰碎 如此回旋 这个身影的主人已经连续拔起了十几棵生命之树 不知道是不是一直没有找到生命果实 让这个身影的主人很愤怒 他就像是变成了一头蜂牛 到处乱撞乱破坏了起来 通龙 通龙 只是眨眼时间 周围便已经变成了一片狼藉 看到这里 韩宇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 一来是因为这个身影的主人竟然很强大 强大到了韩宇都不敢说自己能够胜得过他 最起码在身法和速度方面 韩宇觉得自己简直就不如人家的百分之一 而最让韩宇震惊的还是 这个身影的主人竟然 竟然是没有脑袋的 这是一个无头人 第2145章矛盾 这个世界真的太大了 这个世界也真的有太多 你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想象的事情了 就像是现在 像是现在韩宇看到的无头人 在韩宇的认知里 一个人如果想要行动 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有意识 让意识从大脑里传出 然后通过神经控制身体 让自己行动起来 而现在 现在韩宇却看见了一个无头人 没有脑袋的人 只有一个身躯和四肢的人 他即便还能够动作 但是他怎么可能会有意识 怎么可能还会思考 当然如果这个人的修为精神高绝 到了某种地步 他自然是可以让自己的意识 寄托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从而让自己的身体有目的地行动 但是 但是很明显的 韩宇能够感受到 那个无头人身上 根本就没有一点意识存在 根本就不能让韩宇感觉到 半点生命存在的特征 而这个无头人 从开始到现在的表现 难道不都证明他是有智慧的 最起码他能够知道生命之术 没有果实 最起码他会想要找生命果实来吃 至少他会因为没有吃到 东生命果实而产生情绪 所以韩宇不由震惊了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无头的人竟然还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想过一个没有意识的躯体 没有生命特征的躯体 竟然还能够产生情绪 还能够有意识地行动 这 这里的世界实在太神奇了 然后 然后韩宇的眼睛不由又瞪了起来 又被震惊到了 因为就在这时 韩宇竟然感觉到了气息 感觉到了应该由人发出的气息 而且这气息还不止一道 而是很多道 这里有人 而且不止有一个活人 然后 然后韩宇终于发现在原处 有人正向着这边掠了过来 这些人大概有十几个左右 而此时向着这边而来的这些人 根本就没有任何掩饰自己身形和气息的意思 因为这个缘故 韩宇能够发现 这些人分成了几派 因为此时他们向着韩宇而来 并不是全部都聚在一起 而是几个人 几个人成为一个团体这样互相戒备着 向前而来 这里为什么会有人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 这些人是这个世界之内的人吗 韩宇心头不由生出了许多的疑惑 然后便想要向前而去 那些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终于还是有一个少年站了出来 对着韩宇大声叫道 你是谁 是哪个家族的 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 韩宇不由有点迷惑 诚实答道 我是韩宇 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而你又是谁 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少年嘴角不由勾出了一个不屑的弧度 用一种耻笑的口吻对着韩宇说道 你是不是傻了 被这里给吓到傻了 竟然不知道什么是家族 我是李家的李权 李是哪一个家族的 少年根本就没有回答韩宇的问题 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韩宇的问题一般 韩宇大概明白了过来 原来眼前这些人都是东海之上的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 这些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有既然他们是东海之上的人 怎么听到韩宇这个名字 他们没有一点反应 他们难道不认识韩宇 看到韩宇正在思索着的这个模样 那个少年不由摇了摇头 也不知道是在对着韩宇说话 还是对着自己身后的那些人说话 说道 看来这个家伙只是误碰误撞进来这里而已 就算他知道这里有亡灵花 也不会是什么厉害角色 我们走吧 不要管他 说完 少年就要转身而去 哼 就你李权最厉害 在你眼中谁都很弱 谁都不如你 谁都不值得看 他 也不知道当初谁进到这里之后 直接就震惊到翻白眼差点晕倒了 也不知道当初是谁转身就逃跑 简直就如同一直见到老鼠的猫 突然一个脆声声如同欲珠落银盘的声音响了起来 然后一个很是好看 充满了朝气的女人站了出来 说这个女的是女人或许还不太正确 因为只要你看到她的眉头 看到她的神色 你就会知道这个女的并不算太老 甚至可以说很年轻 她应该被叫做少女才对 而因为少女的这些话 突然的现场就几个人大笑了起来 因为少女的这一番冷嘲热缝 更因为那一声声大笑声 李权的脸色不由便的难看了起来 只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 像是给人狠狠地抽了一巴掌一般 然后 然后李权的眼睛不由狠狠瞪了眼那边的韩宇 眼中满是杀气 很显然 李权将自己的怒气都迁移到了韩宇身上 如果不是这个家伙 自己怎么可能会被嘲笑 哼 黄燕 你是怎么个意思 是不是觉得那个男人好看 就要为他说话 我猜也是这样 那个家伙虽然没多少精良 但一张脸还算是白白净净的 勉强能看得过眼 你那么久没有碰过一个软软的能够挺你使唤的男人了 自然是帮他说几句话的 这一点是能够理解的 李权用一种计讽的语气对着被称作黄燕的少女说道 其语言要说有多毒辣就有毒辣 简直都让人无法忍受了 黄燕果然雷霆大怒 一双好看的眼睛死死蹬了起来 一只手更是死死地抓住了自己的战剑 仿佛就要扑过去将李权给撕裂成碎片 想要杀我 来啊 你有这个本事 你尽管来救世 我怕就怕 到时候你会没力气杀我 反而会因为我的强大而爱上我 趴在我床上不肯走了 那个时候 我一定会很头疼的 毕竟被一个太久没有过上床经验的女人缠着的滋味是很难受的 这个叫做黄泉的家伙 还当真是可恶 说出的话既恶毒又下流 让人想要狠狠地抽他几巴掌 黄燕起得都要跳起来了 大叫道 李权 今天我一定要和你不死不休 大叫着 黄燕身上的气势已经升腾了起来 沙翼弥漫了开来 手紧紧地握着剑 人已经向前掠了出去 助手 突然一声爆喝响起 然后远处响起了一阵破空声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声音对于黄燕来说具有一定的震哲力 黄燕竟然停了下来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吗 你们怎么能够在这时起内讧 如果我们不能同心协力 就一定找不到突破口所在 就离不开这里了 就找不到王菱花 就对不起家族里面的托付了 还很可能我们都会死在这里的 来人的速度很快 一下子就来到了众人身边 这是一个稍微年长的男子 大概三十多岁 相貌很普通 但是气质却很沉稳 仿佛他站在那里 便是一座大山立在了那里 给人一种很安全的感觉 哼 你整天说什么齐心协力 但是齐心协力 又有个屁用啊 我们是第二批来到这里的人 却到了现在 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突破的可能 整整十多天了 十多天的时间都一无所获啊 李全冷冷地瞪了来人一样 语气很是愤怒 但是却没有表现出多少杀意 想来这个男子在现场 还是有一点威胁力的 哼李全 你还敢对陈豪大哥这样不敬 今天我一定要和你不死不休 黄燕像是很敬重这名被称为陈豪的 拥有一身沉稳气息的男子 当即又发起了飙来 黄燕不要冲动 此时我们最需要的还是团结啊 陈豪转身看了一眼黄燕 黄燕当即收起了全身的杀气 只是对着李全冷冷一横 摆了李全一眼 看到这里 韩宇大概将这里的情况了解了一个大概 这些人应该是各个家族里面派出来的人 而之所以这些人对于自己还完全不认识 实在是那个时候 韩宇根本就还没有来到这边的岛屿 根本还没让任何人认识自己啊 这些人应该是提前知道这里 提前在家族的帮助之下才来到这里的 而在看眼前的局势 韩宇判断着 以那名叫做李全的男子为首的人应该是一伙的 而以那名叫做黄燕的女子为首的人应该也是一伙的 很明显黄燕一伙的那几个人 根本就不是李全这一伙人的对手 最起码黄燕这一伙人比李全这一伙人在修为上是查了一筹的 而那名叫做陈豪的男子应该是最有声望的人 修为也应该是最强大的 这里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或许早就发生大战了 但是因为有了他这里全部人都不得不听从他的一些话 保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大概这里的情况还会比韩宇想象的还要复杂一些吧 想到这里 韩宇不由轻轻地摇了摇头 想不到自己进来这里之后 竟然还要面对这样复杂的关系 那么黄燕你现在是不是要带你的小白脸回去了 难道你就那么贪心念旧 或者说是因为你不能够得到成好 就准备随便找个男人对付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许我是不错的选择哦 再怎么说 我也会比那个没用的小白脸强一点 哈哈 李全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 同时身子向前掠起 准备离开这里 黄燕不由就是一阵大怒 又紧紧握住剑 又想要向着李全扑去 和他大战一场 来一个你死我活 而却又在这时 陈豪再次出手 阻止了黄燕 说道 黄燕你这个暴躁的性格应该要改一改了 不能别人一说话 一激你 你就生气 这样会让你的修行变得很困难的 黄燕抓着剑的手都在战斗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觉到了委屈 眼眶里都有泪光在闪动了 而此时的黄燕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看着陈豪 说道 陈豪你却在这时 突然的一阵强烈的风声响了起来 就如同有惊涛在拍案 就如同有飓风在席卷世界破坏着一切 然后 然后众人的视线都不由随着声响响起的地方看了过去 看向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在意过的韩语 然后 第2146章难以破解的攻击 有些时候真的会这样的 你什么都没有做 甚至乎你根本就不在现场 但是你却又会受到攻击 受到伤害 就像是现在的韩语 他明明才刚来到这里 明明基本上什么话都没有说 什么姿态都没有表现 就已经被人骂了 就已经被人鄙视了 对于这一点 韩语并没有多少愤怒 因为这样的情况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遇见了 而且韩语相信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所以 韩语根本就没有想过此时要对那个叫做李全的家伙做一些什么 虽然对于韩语来说 要解决掉一个才刚刚突破玄尊没有多久的李全 并不是一件多困难甚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同层次的人 看待事情的方式难道还会一样 就如同雄鹰 他看到了云 看到了整个天空和大地 难道他还会在乎一个井底之蛙的嘲讽 如果只是这样 此时的韩语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受到了伤害 在此时韩语的眼睛不由死死瞪大了起来 一眨不眨地看着前方 眉头紧紧皱起 因为就在这一刻 那个无头人正向着韩语而来 急速而来 就像是闪电一般快 就如同奔雷一般气势冲天 在这一刻 韩语简直都呆在了原地 就如同一个被吓傻的人一般 但当然 韩语是不可能因为这突然的攻击而被震惊到不会动作的 即便攻击自己的物件是一个无头人 毕竟韩语的经历实在太多 多到数不生数了 韩语此时会像是一个木偶一般待在原地 实在是因为 韩语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从那个无头人身上 韩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这个无头人身上有着一种能够被叫做情绪的东西 但是仔细一感受 韩语又发现自己在这个无头人身上什么都感觉不到 就像是这个无头人根本就没有存在一般 换句话说来就是 此时韩语只感觉这个无头人就是空气 能够被看见的空气 但空气就算能够被看见 是不是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空气根本就不会阻碍到人什么 空气可是无所不在的啊 而就在韩语这样想着的时候 无头人离着韩语更近了 无头人的气势自然也更加强烈了 就如同天上陨落下来的石头一般 快到了极致 强大到了极致 带起一阵阵风 带起一阵阵破空声 简直就是天神下凡 然后 然后韩语的一双眼睛再次瞪大 瞪到几乎都要从自己的眼眶里跳出来了 样子简直就像是被彻底震傻了 而事实上 当然的 韩语还是没有被无头人的气势所惊吓到 比无头人的气势强大多少倍的人 韩语没有见识过 就如同昆鹏 韩语面对他的时候 有过一丝一毫的退缩 有过一分一点的惧怕 在这一刻 韩语感觉到了奇怪 因为刚刚他还感觉到如同是空气一般的无头人 竟然变得复杂了起来 怎么说呢 如果说无头人是空气的话 那么这些空气里面似是还藏着什么 或者说空气的粒子里面似是还有着一些什么 而这些粒子里面藏着的东西好像还一点都不少 仿佛能够拥有了整个世界 只不过那个世界是缩小版的而已 哼 一声巨响响起 那个无头人就如同一头犀牛一般在横冲直撞着 在用一种野蛮的方式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戴笠在原地的韩语里 所当然地被撞飞了出去 哈哈 也在这时 突然一阵大笑声响了起来 这阵大笑声是如此畅狂是如此的的意 简直就如同看见自己的仇人被杀死了一般快意 看看 看看这个家伙 是有多害怕啊 如果不是这样 他怎么可能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难道不是因为他已经害怕到心神聚碎了 真的是一个没胆匪力 这样的人就算死了也是死了 我一点也没有看错他 哈哈 大笑着的人正是准备离开的李全 而说出这一段话的人 自然也是李全 李全说着这段话的时候 眼睛看向了黄燕 眼中满是那种的意的笑容 仿佛在说着臭娘们 看吧 我说的话都是正确的吧 李全是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将刚刚黄燕对自己的羞辱还回去 他觉得既然刚刚黄燕帮助韩语说话 那么黄燕就已经站在了韩语那一边 如此 只要奚落韩语 也就是奚落黄燕了 李全你什么意思 看到别人被伤害 你就很开心了吗 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黄燕冷冷地看了一眼李全 还有那个叫做韩语的人 就算一开始被吓到了 但那不是人之常情 谁看到这个无头人不会吃惊 等他缓过来 他也就不会再这样表现了 李不要狗眼看人低 总觉得这个世界除了你自己 其余人都是傻子 哼 李尽管看看 我就不相信这个傻子能够做出什么来 就让事实来让你闭嘴吧 李全冷恒了一声 然后视线再次放回到了韩语身上 他就要看看 看看这个屡次被黄燕用来打击自己的人是怎么死 看看到时候那个人倒在地上求救的时候 黄燕会是怎么样一个表情 哼 又是一声巨响响起 韩语一拳头向前轰了出去 这个无头人实在太难缠了 韩语被他一下子撞飞之后 他根本就不给韩语任何喘息的机会 直接又冲撞了上来 真真像是一头斗牛看到了红色事物一般 不将敌人给完全撕裂或者不让自己给完全倒下 他是不会停止动作的 然后 然后那的无头人当然是倒飞了出去 哼 看到了没有 韩语还是不错的 只要他行转过来 一定会有作为的 只有你这个傻子才会被这个无头人吓到呆在原地不会动而已 黄燕的脸上不由出现了笑容 为韩语的精彩表现 等着瞧 事情还没完 李全的嘴角不由抽了抽 想不到韩语竟然这么快就从震惊中行转了过来 甚至呼还能够做出反应 但是 但是不要紧 李全相信很快结果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的了 呼 有狂风呼啸而起 那个无头人速度实在太快了 一下子又来到了韩语身前 韩语根本就没有想到刚刚受到攻击的无头人 竟然能这么快就起来 而且能够保持刚刚那鬼神莫测的速度来到自己面前 哼 一声巨响响起 韩语倒飞了出去 哈哈 看看 看看 我就说了 这个家伙一定会出丑的 想要和无头人斗 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李全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黄燕的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一只手已经握住了剑 身子向前 就准备动作 想要去救韩语 毕竟在他看来 韩语还不是很厉害的 还是不能够抵挡住无头人的攻击的 然后 然后又是一声巨响响起 韩语轰出了一拳 将又到了自己身前的无头人给轰飞了出去 很明显这个无头人没有什么攻击的手段 而且这个无头人的行动实在太单调了 他只会一味地向前而去 任何人只要向前挥动拳头都能够打中他 更重要的是 这个无头人的身体好像并不是很沉重 撞击的力度好像也没有大到什么程度 韩语几乎没有出到自己三成的力量 就能够轻松将他轰飞 也就是说或许一个玄军巅峰强者 都能够轻易将他轰飞 但是 但是就在韩语一拳头轰飞 无头人之后 无头人立即又向着韩语掠了过来 轰聋 轰聋 韩语一拳又一拳轰出 但是无头人却一次又一次地向着韩语而去 而且每一次的速度都比上一次快了一点 每一次的撞击力度都会比上一次大一点 更重要的是 在这一刻 韩语发现那的无头人竟然没有一点损伤 至少从他的行动上 韩语看不出他受过任何伤害的样子 于是乎 韩语的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然后 然后韩语不再攻击这个无头人 而是仔细感受起了这个无头人 想要知道这个无头人究竟有什么秘密 哼 因为韩语的心思大部分都放在了对这个无头人的感知上面 所以韩语在这么一个瞬间也就没有继续出拳 无头人直接就将韩语给撞飞了 这一撞之后 又是一撞 然后又是一撞 韩语好像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好像完全给无头人压制住了 好像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了 只能一次又一次承受着无头人的撞击 这样下去 韩语难道不会被撞死 哈哈 看吧看吧 我就说了 这个家伙怎么可能是无头人的对手 我看他的样子就挺傻的 像是这么傻的人 又怎么可能有什么惊天的修为 他一定会死在这里的 哈哈 李全很希望韩语死在这里 因为这样他就能在大家面前留下一个他很会看人的印象 因为这样他就能让黄燕无话可说让黄燕愤怒 黄燕真的很愤怒了 眼睛死死瞪了一下李全 叫道你这个没人性的东西 而这样说了一句之后 黄燕的身子已经掠了起来 向着韩语那边而去 他不能够眼睁睁看着韩语死在了无头人的手上 但是 但是无头人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黄燕根本就追不上 只能眼睁睁看着韩语一次又一次被撞飞 第2147张无头人的神奇 如果你也看过麦浪 如果你也还记得那一波又一波连绵起伏的麦浪的样子 那么此时你就不难想象发生在韩语身上的事情了 韩语的身子刚刚从高空中坠落而下 然后突然又被轰飞到天空 然后韩语的身子又会向着地面垂落 然后韩语的身子又会被轰飞到天空之上 如此反复韩语一个人就已经能够将一大片麦浪的感觉给演绎出来了 而此时韩语的一张脸显得是这样的木讷 综合以上的观察 难道你不会认为此时的韩语已经无计可施了 韩语已经被这攻击给大傻打晕了 要不是这样韩语怎么可能被吓到已经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应对了 这便是在场的人此时心底的想法 这就是此时李全心里的想法 也是李全如此兴奋的原因 也是黄艳此时无比焦急的原因 但是如果你也熟悉韩语 你就一定不会这样想 韩语的表情之所以会显得木讷 完全是因为此时的韩语正陷入了沉思当中 是的韩语此时正在沉思 为什么此时韩语还能够沉思 此时韩语不是正在遭受无头人的撞击吗 沉思不是只能在一个人静静的时候才会发生 是的现在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无头人的撞击 对于韩语来说根本就什么都不算 最起码这些攻击还是在韩语的承受范围之内 对的这在别人看来无比强烈的攻击 这在别人看来随时都能够将韩语身体给撞碎的攻击 对于韩语来说真的是无关痛痒 韩语的身体就是这样的强悍到变态 而韩语此时在思考着的东西正是有关于无头人 韩语很想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攻击并不能伤害到无头人 刚刚几次的攻击 让韩语发现这个无头人并没有任何触觉 也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攻击他 他都不会感觉到疼痛 或者做出什么反应 韩语还发现了另外一点 这个无头人仿佛有着无限的力量 换句话说就是 无论你怎么攻击他 他都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 也就是说 这个无头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将他打趴下 而韩语又发现以上这所有的关于无头人的神奇之处 都是和他身体内的那些空气 或者说空间有关 是的 韩语总觉得无头人的身体内有着另外一个空间或者世界 但是无论此时韩语如何去感受 却还是感知不到更多的东西了 如此 韩语自然还是需要解决眼前的麻烦的 被无头人一次又一次地撞击 即便韩语的身体再怎么强横 如果一直下去韩语也还是吃不消的 毕竟无头人的撞击还是不能无视的 而韩语的身体也没有达到完美不惧怕任何攻击的地步 于是呼轰隆一声巨响响起 然后无头人被轰飞了出去 韩语始终坚信着一点 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完全没有破绽的人 更没有完美的东西 只要是一个存在 那么就一定能够有将他给克服的方法在 而这个办法 在韩语看来 往往就是有关于力量的 只要你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就少有难关是你闯不过去的 所以 此时韩语一拳将无头人给轰飞了 看到这里 黄燕不由大大地说了一口气 刚刚他真的是爱莫能助 甚至乎心里都以为这一次韩语是必死无疑的了 幸好 现在韩语还能行动 还能将无头人轰飞 这样就有时间给他去帮助韩语了 而一旁的李全此时脸色却又不由变得难看了起来 刚刚他都以为一切都要结束了 毕竟那个叫做韩语的家伙 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完全被震折的样子 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了 而无头人的撞击也应该能很轻易地将他的身体给撞碎才是啊 怎么这个家伙还能够行转过来 还能够将无头人给轰飞啊 怎么好像看上去这个家伙还一点事情都没有啊 这不应该 不符合逻辑啊 轰隆轰隆轰隆 一声声巨响不断响起 是韩语一次又一次递将无头人给轰飞产生的巨响 只是眨眼时间 韩语便已经被无头人做出了几乎十次攻击 将无头人给轰飞了十次 而十次的攻击之后 韩语的眉头再一次紧紧皱起 因为到现在为止 韩语竟然还没有发现无头人的极限在哪里 这个无头人受到韩语的每一次的攻击 都会以最快的速度重新站起来 然后 然后他的力量就会强大一分 速度也会继续加快一点 不要和他硬碰硬 黄雁突然想起了什么 眼睛猛然睁大 刚刚放松的心情突然又紧绷了起来 那个无头人他越是被攻击就越是变得越强的 你赶紧走 赶紧去往 黄雁大声叫喊了起来 但是却在此时他的声音被完全压了下去 通龙 因为就在这时 韩语又出手了 而且出手的力量比前面的任何一次都要大 让空气都爆炸了开来 让声音响彻了天际 韩语听到了黄雁的劝告 但是韩语却不准备逃走 更不准备收手 一来 韩语想要知道无头人的极限究竟在哪里 二来 韩语觉得自己就算想要逃走 无头人也不会让自己逃走 无头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已经锁定了韩语 要对韩语穷追不舍 这一点也让韩语觉得很奇怪 刚刚那些人弄出了那么大的动静 而且此时那些人还在这里 为什么无头人就是不攻击他们 而攻击自己 很明显的 无头人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才会攻击自己啊 而韩语之所以还继续对无头人发出攻击的最重要原因还是 韩语想要将无头人给轰碎 看看 看看无头人的身体里面是不是藏有什么秘密 无头人让韩语感觉到的东西 实在太让韩语太在意了 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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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声不断响起 一次比一次的速度更快 越来越频密了 几乎一转眼时间便会有十几次爆炸声响起 韩语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挥了几次拳头 都不知道让自己的力量加大了几次 但是 但是这个无头人却还是没有死 或者说这个无头人身上还是没有一点伤势 韩语的眉头不由再次皱起 然后 然后韩语深深吸了一口气 准备将自己的气势完全提上去 使用霸天拳法 用出自己的最强一击 而也在这时 无头人竟然突然停止了动作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就像是一个稻草人一般 而因为这样 黄燕的神情猛然发生了变化 眼睛死死瞪大 的脸上出现了惊恐的表情 甚至呼都失声大叫了起来 不好 韩语也感觉到了不妥 却又不知道哪里不妥 只能够站在原地 平息静气 以等待即将可能出现的意外 通龙 突然 韩语只感觉自己的前面掠来了一道风 然后 然后韩语整个人便倒飞了出去 无头人 无头人再一次出手了 而且速度比之前快上太多了 就如同闪电 就如同奔雷 简直都让人捕捉不到他的身影了 韩语甚至都没有多少反应 就直接被撞飞了 而这一次 这一次的撞击力度 终于不再在韩语的承受范围之内了 倒飞在空中的韩语终于感觉到胸口传来了闷闷的感觉 脸色终于显得有点苍白了起来 通龙 又是一声俱响 韩语还没有落地 石头人又撞了过来 又将韩语给撞飞了 当然这一次 韩语还是反应了过来 用双手挡住了石头人的撞击 让自己的身体不再受到伤害 而这边的众人自然是不可能看到这一切的 他们只看到了韩语被撞飞的景象 所以李全的嘴角不由再次皱了起来 哼死吧给我去死吧 无头人已经变身到第二个阶段了 你还不死病了 之前我可是因为幸运一点才能够躲过一劫的啊 就算是陈豪那个家伙 也支撑了一会而已 你还不死病了 哼李全不由在心底如此想到 黄燕泽心急如焚了起来 大喊大叫着 但是声音却像是总不能向着那边传递过去 人想要过去 却又没有任何办法 事实上 这个时候黄燕是有办法的 但是因为他实在太心急了 更因为他觉得韩语经受不住几次的撞击 所以一时之间也就没有说出来而已 而随着时间的过去 韩语都不知道被撞飞了多少次 但是 但是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 韩语竟然还是没有死 他的身体竟然还是没有破碎 黄燕的眼睛不由亮了起来 眼中出现了希望 李全的眉头却不由皱了起来 怎么这个家伙这么喜欢搞出意外 他还不死 留在这里干什么啊 哼 真是一个如同乌龟一般 外壳坚硬到让人想土的家伙 快去死吧 李全不由如此说道 而也在这时 突然一声吼叫声响了起来 然后 李全的眼睛不由就是一亮 刚刚的郁闷一下子就一扫而空 说道是第二次变化 无头人进入了第三阶段 这个家伙这次还不死 黄燕的瞳孔猛然收缩 脸上出现了惧怕和恐惧的表情 同时黄燕简直都心急到跳了起来 心急急到糟糕 无头人怎么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啊 这该怎么办啊 韩羽死定了 韩羽死定了 进入第三阶段的无头人 怎么有人能够对付啊 死地了 韩羽死定了 第2148章解决 气势 强大的气势 在这一刻升腾了起来 然后 然后这股强大的气势 突然就消失不见了 不 这股气势并不是消失了 而是 而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 让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捕捉到 通龙 一声巨响响起 然后是漫天的火焰散了开来 然后 然后众人看到一道美丽的弧线 在空中滑翔了起来 韩羽再一次挥动了自己的拳头 使用了霸天拳法 一拳将无头人给轰飞了出去 所有人在这一刻都不由呆住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刚刚一直处在被动状态的家伙 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根本就没有想到进入了第三阶段的无头人 竟然还会给轰飞 李全的一张脸再次发生变化 如果今天有人竖过李全的脸色发生了多少次变化 那么他一定会惊讶地发现 原来人脸上的肌肉是如此的发达 竟然在经受了如此之多的变化之后 还能够继续运动 黄燕的眼睛再次亮起 然后急切地大声叫喊道 去那边 韩羽去那边 去那边的泉水 跳进里面的泉水 快 快 一边这样大叫着 黄燕手指指向了远方 顺着黄燕手指指着的方向看过去 可以看见那边有亮光闪现 那亮光正是一泉泉水反射光芒而出 而黄燕的话刚说完 又是突然的一声巨响响了起来 然后 然后韩羽的身子便倒飞了出去 紧接着 又是一声巨响响起 韩羽的身子再次倒飞了出去 再一次 韩羽成为了卖浪 只不过这一次卖浪的起伏度并不是很大了 韩羽的身子刚刚想要向下坠落 便已经受到了攻击 就如同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海啸一般 似是要向着天空而去一般 李全看到这里 嘴角再一次瞧了起来 心道 这一次 这一次还会有意外发生 无头人的速度是这么的快 根本就不留给那的家伙任何反应的时间 而进入第三阶段的无头人的力量 已经有玄尊之强了 一次又一次承受这样的攻击 就算那个叫做韩羽的家伙身体再怎么强横 修炼的功法再怎么如同乌龟 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去死吧 这一次你死定了 想到这里 眼睛向着前面的黄燕看去的李全 脸上的笑容不由更加浓烈了 因为此时的黄燕是这样的心急啊 一张脸简直都急到要变形了 他真的很担心 真的很想去做一些什么 但是却束手无策无计可施啊 通龙又在这时 突然又是一声巨响想起 然后 然后空间破裂了开来 有黑色的空间裂痕出现 同时有一股强绝的气势 向着四面八方弥漫了开来 这股气势真的太强大了 强大到这边已经离着很远的众人 都感觉到了心悸 都不由连连后退 甚至还有一些人直接就晕倒了过去 见状 众人的眼睛都不由死死瞪大了起来 通龙又是一声巨响想起 然后那边的空间开始扭曲 陷入了战时的混沌状态 周遭的树木周遭的大山周遭的一切 都在这一刻破碎了开来 黄燕则已经垂头丧气了起来 他能够感觉到这样一级的强大 已经不再对那个刚刚进到这里的叫做韩宇的人有任何希望了 甚至乎黄燕的眼睛都闭了起来 李全的脸上已经满是笑容 几乎都要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一次黄燕不是要痛苦死了 突然突然又在这时 那边有一道弧线出现 就如同一枚炮弹更像是一颗陨石一般 急速向着更前方倒飞而去 速度之快 简直匪夷所思 那是有人刚好看到了这一幕惊呼了起来 然后所有人的视线都不由向着那边看了过去 再接着 再接着那边的动静终于停了下来 众人又能看到前面的景象了 无头人就像是一个木偶一般站在那堆废墟当中 而韩宇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或许是已经化为了灰烬 哼 突然又是一声巨响响起 这声巨响响起的地方 正是刚刚那如同陨石一般倒飞出去的最后落点响起的 而随着这一声巨响的响起 有泉水向着四面八方散了开去 是的 刚刚那如同陨石一般的东西正是落在了那泉水之内 然后 然后所有人都不由惊呼了起来 赤那个人 赤刚刚那个人 刚刚那个人竟然没有死 刚刚那个人竟然掉落到了泉水里面 真是太幸运了 真是太幸运了 那个人的运气简直就是天赐的 是的 此时从泉水里跳出来的人正是韩宇 而韩宇是不是幸运的 或者对于别人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韩宇却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刚刚韩宇被无头人攻击着的时候 确实有点无计可施的感觉 但是当知道进入泉水可能是自己保命的方法之一之后 韩宇立即就调整了状态 然后一拳向着木头轰去 让自己的身子向着泉水倒飞了回去 当然这在别人看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韩宇动手 根本就感觉不到韩宇的气势 他们只看到韩宇被攻击着 他们只看到韩宇被轰飞向了泉水 太好了 太好了 韩宇你没有死真是太好了 哈哈 你真是吉人自有天香啊 哈哈 黄雁向着韩宇略了过去 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这边的所有人也都不由松了口气 因为刚刚实在太紧张了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不关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会让自己这么紧张 确实是幸运了一点 韩宇谦虚地唯唯一笑 并没有将刚刚自己的努力说出来 他觉得这些事情说出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相反 如果要进行解释 那实在太麻烦了 难道还要韩宇在众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实力 这种事情 韩宇可不愿意去干 而因为韩宇不愿意干这种事情 有人就不爽了 李全在那边冷冷一哼 阴阳怪奇迪说道 真不知道一个乌龟为什么能够这么幸运 竟然被鲨鱼盯上了也不会死 难道乌龟缩得紧一点 贝壳硬一点 运气也会好一点 你 黄燕大怒 手指指着李全大骂道 你这个的混账东西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还有没有一点人性 看到别人能够活着 你就这么难受吗 难道你不是人吗 你怎么能够这样 哼 我就这样 你又怎么样 你能咬我吗 如果你真要咬我 那就晚上来我床上 虽然我不太喜欢你 但是我看你那条舌头还是挺灵活的 要不你也不会如此伶牙俐齿了 不在大庭广众之下 还是可以接受你的服务的 嘿嘿 这个叫做李全的家伙实在太贱了 实在太无耻了 实在太下流了 说出的话竟然都是这样的不堪 让人想哭 你 李该死 我要杀了你 黄燕说着 人已经掠了起来 助手 陈豪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陈豪大哥 这一次你一定不能阻止我 我要杀了他 黄燕是真的很愤怒了 否则也不会违逆平常时候 根本不会违逆的人 黄燕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人也没有死 那么就让事情就这样过去吧 陈豪的眉头不由轻轻皱了起来 你知道的 现在我们真的需要团结 就算不为了得到亡灵花 只是为了生存 我们也需要团结啊 如果因为一时的口舌之争而相互残杀 那么到了最后 就算那个能够侥幸活下来的人 也只会是死路一条而已 黄燕还想要说什么 最终却将一切想要说的话 吞进了肚子里 将想要做的事情全部压在了骨子里 狠狠地瞪了眼李全 黄燕冷恒一声 便再不看他 而韩宇的眼睛则始终看着李全 刚刚如果黄燕要动手 韩宇一定会第一个冲上去的 刚刚韩宇虽然在被无头人攻击着 但是还是将这边的一切看清楚了 知道黄燕是想要救自己的 并且已经付出了行动 知道李全一直都没安好心 韩宇虽然不在意李全在一边刮躁 但是如果那的想要救自己的人想要杀了他 那么韩宇自然会动手的 而如果韩宇动手 那么区区一个李全又怎么会是韩宇的一拳之敌 当然李全并不知道这一点 他只知道黄燕都无法对自己动手了 都不敢看向自己了 而那个叫做韩宇的家伙竟然还在看着自己 而且眼神是这样的淡然 仿佛根本就不将自己放在眼里一样 于是乎李全不由就怒了 眼睛死死瞪住韩宇 大叫道一个乌龟一个只会防守 一个只靠着运气活下来的乌龟 竟然敢这样瞪着我 是不是找死啊 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李全现在就给我离开这里 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陈豪冷冷地对着李全说道 显然李全这样的表现 都已经将沉稳无比以大局为重的他给激怒了 哼 这次就算你好运 下一次如果你还敢这样看着我 我一定会杀了你 李全真的太讨厌那个叫做韩宇的家伙的眼神了 虽然他自己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但他就是想要将这个家伙给杀死 当然 此时的李全不会明白 他会如此厌恶韩宇 其实是因为他在惧怕 只是看到韩宇的眼睛 他的内心深处就生出了一种叫做恐惧的感觉 虽然韩宇没有用出什么力量 更没有将自己的气势提起来 但是 但是像是韩宇这样经历过无数事情 杀死过无数强者的人 就算只是站在那里 身上难道就不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出现 李全觉得韩宇很幸运 觉得韩宇早就应该死了 而他李全又何尝不是这样啊 如果刚刚不是黄燕没有出手 如果刚刚不是陈豪突然说话 他李全难道不是已经死了 韩宇一出手 只是一拳头 难道还不能够让李全烟消云散一百次了 第2149章坚强和善良 很快众人便都散了开去 回到了各自的居所里面 这里的环境真的很好 几乎哪里都能够成为众人的居所 而这里也确实很大 大到韩宇根本就没有想过这里竟然会如此之大 跟在黄燕身后 韩宇很快就体会到这一点了 不得不说的是 黄燕真的是一个很善良很没有心机的少女 他明明都还不知道韩宇是什么身份 明明都还不知道韩宇是什么样的人 却已经能够为韩宇做这么多事情了 像是刚刚 黄燕就有了一种舍身救韩宇的举动了 只不过是因为他的修为真的不够强大 而没有办法做出什么而已 又像是现在 黄燕主动提出要带着韩宇看看附近一带的环境 好让韩宇熟熟熟熟这里 防止韩宇出现什么意外 这里实在太神奇了 到处都有一些常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奇珍异宝 而自然的有这么多奇珍异宝的地方 也会有相应的危险存在 就像是某两座山峰之间看起来无比平静的空隙当中 其实蕴含着大危险 只要人想要去摘取那里有着的某样天才地宝的时候 一道道如同飞溅一般的气流便会毫无征兆的 突然将你分成无数块 为此 韩宇对这里不得不多留了一个心眼 在江附近一带大概看了一遍之后 两人停留在了某座山峰之上 刚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无头人为什么只攻击我一个 而为什么我进入了泉水里面 那个无头人就不再攻击我了 我感觉到那里的泉水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韩宇将刚刚心中的疑问问了出来 那个无头人是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不清楚 我知道的是 那个无头人之所以会攻击你应该是因为你之前碰触过生命之树 黄燕从地上摘了一朵很艳丽的不知道什么名字的花 闻了闻 觉得香气太过于浓烈 就随手将它给扔了出去 我之前确实碰过生命之树 在刚看到生命之树的时候 韩宇觉得那有可能不是生命之树 不由就伸手去感应了一下 那就对了 那个无头人很奇怪 他很喜欢吃生命果实 只要有生命之树的气息 他就会冲上去 而那里的泉水 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他却能够洗掉你身上生命之树留下来的气息 所以你跳进泉水之后 他就不会攻击你了 不得不说 黄燕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对韩宇这样一个陌生人都知无不言 要知道这些事情 在这里都是能够保命的秘密啊 如果黄燕有什么心机 难道不能够从韩宇身上换取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原来是这样 不过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韩宇恍然大悟 虽然不是很理解 但还是接受了这个解释 进而韩宇又不得不问出了从一开始来到这里之后就有的疑惑 这里吗 黄燕的眉头不由微微皱了起来 神色变得有点难看 像是回忆起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你应该不是什么大家族里面的子弟 很可能只是一鸣散修 所以你可能就不知道这里面有着什么东西了 黄燕开始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说出 我是黄家的人 在狩猎开始不久之后 我们黄家的祖宗就感觉到了这边的异状 然后便确定了这里有天才地宝将要出世 而这里要出世的天才地宝就是那王灵花 王灵花是什么存在啊 既然知道了他会出世 那么自然的我们家族就会派人出来 而当然的我们黄家不会自大到以为只有自己知道这边的消息 所以在一开始我们黄家就派出了我们最精锐的精英 想要先人一步得到机会 但是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 我们派出的那些精英 竟然在几天之后都没有任何音讯 紧接着我们收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消息 原来所有家族派出去的精英 竟然都没有消息 那时候我们的家族就开始紧张了 以为进到这里面的人都死了 准备放弃 但是王灵花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所以最终我们的老祖宗决定再次派人 将我们家族内剩下的一些强大一点的年轻人一辈派了出来 也就是我们了 当然也在同时 其他家族的人也派出了剩下的年轻一辈 然后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里 说到这里 黄燕不由停住了话头 脸上出现了痛苦之色 显然是想到了什么痛苦的事情 那么 那些人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韩宇眉头不由微微皱了起来 他已经想到了某些可能性 各个家族都派出了强者 那么此时就不应该只有那么一点人 黄燕的表情更加痛苦了 一张脸几乎都要扭曲了起来 两久都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对不起 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 韩宇不想再问下去了 虽然他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知道更多一点的消息 才能够让韩宇有更多的可能去找到王林花 没有关系 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 而该面对的 我始终都是要面对的 黄燕深深地吸了口气 然后才缓缓将事情一一到来 你也看到了那的无头人 你也看到了这里的生命之树 和到处都有的天才地宝了 一开始进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发现虽然很多天才地宝都不见了 但是却还是剩下不少 我们自然是希望将它们收入囊中的 而刚刚你也看见了 这里看似美好和安全 但实则充满了残忍和危险 我们猝不及房间 被这里的很多陷阱给害死了很多人 更重要的是那的无头人 他真的太强大了 仿佛有着不死之身 我们之所以知道他会攻击我们的原因 正是我们用鲜血和性命换取过来的 说到这里 黄燕不由又停了下来 韩宇也没有说话 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之前的事情 但是已经能够想到那血腥的场面 会有多么残忍和壮烈了 想来不久之前 这里一定是血流程和失衡遍野的 如此这般 两人陷入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黄燕第一个打破了沉默 希望你能够活下去 希望我们都能够活下去 说着话 黄燕的脸上出现了笑容 一种积极的充满了乐观精神的笑容 韩宇不由重重地将头点了下去 是啊 这个时候说再多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啊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这一刻 韩宇对于黄燕的好感不由倍增了 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太好太善良太乐观了也太坚强了 竟然这么快就能够从那种痛苦中抽离出来 竟然在承受着这么大的痛苦而没有倒下 这样的女人不应该受到任何的伤害 想到这里 韩宇的眉头不由就是一条 当即又想到了一些事情 说道 黄燕 有些事情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和你说 毕竟我们两个辞食还可以说是陌生人 交浅延伸 实在不是我应该做出的事情 黄燕爽朗一笑 说道 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吧 你将我当成了朋友才会和我说这些事情 而既然你当我是朋友 我黄燕又怎么可能会生你气 韩宇点了点头后说道 那名叫做陈豪的男子 我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好 我只是觉得 觉得他不是太合适你 根据韩宇的观察 黄燕应该是很喜欢那个叫做陈豪的男子的 而那个叫做陈豪的男子 却仿佛一点也对黄燕没有好感 如果不是这样 之前的时候 为什么黄燕 受到李全那么多次羞辱 陈豪却只想着席事宁人 如果真爱一个人 你能够眼睁睁看着那人受到伤害 特别是在你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 黄燕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了起来 眉头死死皱起 表情无比痛苦 黄燕自然是喜欢陈豪的 如果不是这样 以他的性格 刚刚受到李全那样的羞辱 他怎么可能忍得住 他就算将李全给剁成一千块 都难以解心头之恨啊 而刚刚陈豪的表现 黄燕自然也是看在眼里的 正因为看在眼里 所以此时的黄燕才会如此痛苦 你爱一个人 爱得死去活来 而那个人却连看你一眼都不看 你会如何 但是 但是又在这时 黄燕却笑了起来 用很是轻松的语气和韩语说道 你误会了 真的误会了 陈豪是一个好人 刚刚陈豪之所以一直在息事宁人 实在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不得不如此 陈豪想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 想要带领我们闯过这里离开这里 想要让我们所有人都能活着离开这里 他是在为大局着想啊 而我们也确实是需要团结才可能离开这里 甚至只是活着 韩语很清楚此时的黄燕根本就没有表现出来的轻松 却没有拆穿黄燕 只是不由在心里微微叹喜了一声 转而 韩语猛然想到了一些什么 然后问道 黄燕你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们连活着都会有困难 在这里如果我们足够小心 不是已经不会有任何危险了吗 难道这里还有什么危险 还有 你们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办法离开这里 这里应该不会无限大吧 只要我们一直向前 不是总能够离开这里 黄燕愣了一下 然后才说到 我忘记告诉你了 现在请你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吓到你 或许你不知道 但是在这里 我们真的很危险 随时随帝都会有危险 我们面对的远远不止表面上看到的这些 每个一段时间 一段我们并不能确定的时间 都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就像是 黄燕没能将话说下去 因为就在这时 突然的整个地面就震动了起来 仿佛这里瞬间就会完全倒塌下去 然后 第2150章变故 冰燕草 亡灵花 和命运果实 这三种宝物 或许常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听过 而这三种宝物 却确确实实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三样宝物 对于这一点 或许很多人都不会认同 但是如果你也知道 那屈指可数站在了这个世界最巅峰的十人 都一致认同了这种说法 那么你也不会对这种说法产生任何质疑了 这三样宝物 确确实实实实实在在 便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三样宝物 那么 想要得到这三样宝物中的任何一样 便只能是如同登天一样的难事了 所以 此时韩语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 如果只是小心一点 就没有危险 如果只是向前就能够得到王菱花 王菱花又怎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三样宝物之一啊 此时黄雁继续说道 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着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一些危险出现 轰隆 突然一声巨响响起 打断了黄雁的话头 然后 然后天地之间突然就是一阵震动 仿佛要天翻地覆 那些大山 都摇动了起来 泥土或者石头出现了松动的状况 从山顶开始滑落 一声声细小的石头或者泥土滚落的声音连成了一片 然后变成了滚滚之势 就像有波涛在汹涌 要盖天而起 黄雁的脸色突然就是一阵大变 眼睛猛然瞪起 一张脸几乎都没有了颜色 是 是 黄雁大概真的很害怕 连连说了几个事却没能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 韩宇的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看向了震动响起的地方 黄雁虽然什么都没有说 但只是从他的表情就已经能够看出一些东西来了 况且韩宇对空间法则有了一点掌握 对空间的变化不是一般的敏感 所以在刚刚的那一刻 韩宇已经感觉到了一些东西 那边的空间就像是突然裂了开来一般 那方圆几里地之内的空间像是一下子就裂开了 韩宇遇到过很多强大的人 也看见过很多强大的人的本领 但是却还是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在穿越空间的时候 会让空间又如此震动 所以如果那边的空间变化是因为某个人而动 韩宇已经难以想象那个人究竟有多强了 通龙 通龙 突然整个大地再次震动了起来 一声声红中巨响 就如同要将天空都给撕裂一般 向着这边传了过来 那声音实在太过于震撼了 就如同敲击在了人的心房上一般 让人甚至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让人的心脏都要随着这声音而破碎了 韩宇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在不断地震动着 就如同随时都要碎裂 那种震撼的感觉 韩宇简直都难以形容 就如同有一只战鼓在和天相斗 又如同有千军万马要向着自己袭来 要将大地给踏平 要将大山给踏毁 走 快走 就在韩宇在震惊着的时候 黄燕终于行转了过来 一只手已经拉上了韩宇 就要向前掠去 走 去哪里 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感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 韩宇有点迷惑帝看着着急的黄燕说道 赶紧走 别问了 走 黄燕不由分说又拉起了韩宇的手 又要动了 因为感觉到了情况的危急 韩宇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顺从帝跟在了黄燕身后 只是在跟着韩宇掠出了一点距离之后 韩宇不由又停了下来 因为黄燕拉着韩宇向前的方向 竟然是向着那边声音响起的地方 危险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韩宇想要得到答案 想要知道黄燕此时所作所为的深刻意思 黄燕 还不赶快过来 再迟一点 那些家伙就要出来了 我们也要关门了 快 突然的 那边传来了陈豪的声音 带着一种冷漠和一种有着距离感的命令口吻 是 黄燕连忙点头大声应了 同时已经在此拉着韩宇向前而去 速度更快 韩宇没有再去问什么 只是跟在了黄燕身后 向着前方而去 既然到了这个时候 黄燕依然会这么做 那么就只能说明 黄燕这样的做法是有考虑的 通龙 突然又是一声巨响响起 然后 然后地面甚至是整个空间 不断地震动了起来 一波又一波响声 就如同有人将地面不断抛起 地面又不断落下 然后 然后 韩宇听到了一声声熊壮的马蹄声 和一道道声如虹中的海沙声 再然后 韩宇眼睛不由死死瞪大了起来 完全因为眼前所见而目瞪口呆了 能够不目瞪口呆吗 这场面简直 简直就叫人无法相信啊 只见前方 遥远的前方 或许有一百里远的前方 突然烟尘滚滚 这烟尘简直都要惊天了 仿佛都能够将整个世界给遮蔽了 但是 但是这烟尘就算再浓烈一百倍 也绝对无法将此时烟尘前面的雄壮场面给掩盖 有多少个骑兵正向着这边略来 没有人数得清楚 至少现在没有人能够数得清楚 那骑兵密密麻麻的 正准备向着这边冲沙过来 就如同蝗虫过境 就如同波涛滔天 仿佛整个天地 仿佛整个空间 都会因为它们而湮灭一般 韩宇看清楚了 这些都是一些亲戚兵 满身甲昼 那甲昼和兵刃之上闪出的寒光 以及这些骑兵眼睛里面的那一道道不屈的战役 将它们的凶狠完全给表现了出来 这些骑兵 如狼似虎 玉山碎山 神党杀神 他们所向披靡 他们无所畏惧 他们要开天辟地 看到这里 韩宇不由大大地咽了淹口水 这场面实在太震惊了 怎么这里会有这么多骑兵 而且是这样气势凶狠 杀意滔天的骑兵 而这些骑兵已经连成了一线 摆出了一个阵型 在最前面的骑兵已经做好了向前冲击的姿态 仿佛他们的一个冲击将会让山崩地裂 将会冲碎一切 就算神仙就算是神魔都没有办法阻挡他们 他们就是一根没有回头的箭 势不可挡 现在 现在我们还要向前吗 韩宇觉得如果真要和眼前这些骑兵硬碰硬 或者粉身碎骨已经是自己最好的结局了 黄燕也不由犹豫了起来 但是当看见韩宇眼中的躊躇之色 他却又不由狠狠地咬了咬嘴唇 坚定了一下心思 这个外来的人 应该只是一名散修 没有见过任何的大场面 此时看到这样一幕 肯定已经被吓得六神无阻了 如果自己不坚强一点的话 那么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这里了 如此想着的黄燕一手拉住了韩宇 说道不用害怕 我们只管向前 我们一定能够逃掉这一难的 快 黄燕快过来 我们准备关闭大门了 这些骑兵就要发出冲击了 也在这时 陈豪的声音再次从前方传了过来 走 黄燕再不犹豫 一声大喝 拉着韩宇就向前而去 而且这一次黄燕的手 再没有松开韩宇的手 这个叫做韩宇的人都已经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 现在他怎么还可能保持平常心 将自己的力量提到最高 如果自己不帮助他一下 他不是一定死在这里了 韩宇没有说话 只是被黄燕拉着向前而去 但是此时心里已经想到了很多 到了现在 韩宇大概也算是猜测到了一些东西 前面陈豪等人所在的某一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避难所 在那个地方之内 他们不用害怕这些骑兵的冲击 至少那里会让他们的生存可能变得更高一点 而按照刚刚想起来的声音推算 韩宇能够确定 陈豪此时所在离着自己不算太远 至少此时骑兵出现的地方和陈豪所在的地方的距离 并没有比韩宇和陈豪之间的距离相差多少 而此时骑兵还根本没有展开冲击 那么韩宇要去到陈豪所在的地方 还不是一如反掌 轰龙突然一声巨响响起 前面传来轰杀声 杀冲这两个字不断回响 由一个将领口中吐出 然后后面的无数士兵一起大叫 一个声音落下之后 另外一个声音立即又响起 声音一个比一个高 一个比一个熊烈 整个空间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甚至乎骑兵所在的空间 都像是开始扭曲了 这声音要直抵云霄 要将整个世界都盖满 要将人的心脏给震碎 然后 然后就像是有一道龙卷风突然升起 地面的烟尘 简直都要滔天了 而且不断向着韩宇这边律来 速度之快 简直快如流星 让人的眼睛都要跟不上了 糟糕 黄燕的脸色不由大变 身子突然停在了原地 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痴呆的状态 就像是受到了什么严重的打击一般 韩宇的眉头不由微微皱了起来 他知道黄燕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 因为这些骑兵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比黄燕还要快上不知道多少啊 如果以黄燕的速度根本就不可能 在受到骑兵冲击之前 去到陈豪此时所在的避难所 如此黄燕怎么可能不呆住啊 要知道身体被砸成肉酱这样的事情 只是想想也足够让所有人害怕到 不敢睡觉的了啊 走却在这时 韩宇的声音响了起来 然后韩宇已经拉上黄燕的手 向前掠起 这个时候 韩宇的速度并不快 简直都慢到了某种可怕的程度 如果此时有一个小孩子在远处看着韩宇 那么此时他一定会不耐烦地对着韩宇大喊道 你这个乌龟还能不能慢一点 对于这一点 此时看着这一切的李全早就忍不住在心底嘲笑了起来 或者说从刚才到现在 李全内心的嘲讽就没有停止过 刚刚李全可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韩宇的表现了 他对韩宇实在太鄙视了 鄙视到了骨子里 刚刚那个家伙怎么就那么好运 竟然没有被自己杀死 虽然现在韩宇也陷入了危险 也必死无疑了 李全也是将心中的那句谁惹到我都必死无疑给印证了 但是 但是没能亲手杀死韩宇 没能好好地折磨那个家伙 没能让那个家伙的邪染满自己的身体 只是就这样远远地看着那个家伙死去 真是让李全太不爽了 李玛的 你死也不要在这个时候死啊 李过来给我杀死多好啊 最起码那样 我会让你的死变得刻苦铭心 甚至是让你下辈子都记得自己这辈子是怎样悲惨地死去的 当然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所以李全的嘴角只有不断瞧起 再瞧起 敌人死了 始终还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不是 而此时那边 韩宇的状况也确实和李全想象的差不多 以韩宇这样的速度 根本就不可能赶得上 最终只能给那些骑兵给碾成碎片 往回走 赶快往回逃 我们向前恶趣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不能去送死 我们要逃走 逃得了一点是一点 黄燕终于行转了过来 不由大声地叫喊着 而此时韩宇却仿佛根本没有听见黄燕在说什么 他依旧在向前 以一种缓慢的让人看着兜蛋疼的速度在向前 而如果此时你也看见韩宇的表情 那么你一定会更担心韩宇的 因为此时的韩宇一张脸竟然已经苍白了起来 眉头紧紧皱着 脸上充满了痛苦的表情 仿佛遭受到了什么严重的打击一般 仿佛一手拉着一个人向前行走都已经是他的极限了一般 发现这一点之后 黄燕更加紧张了 心道 这个家伙果然承受不住现在这样的状况吗 第2151章意外 通龙 通龙 这声响 这动静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 简直就难以想象 前面的骑兵成千过万 仿佛无穷无尽 一波向前冲来 后面立即又会有一波冲起 仿佛他们真的要将整个天地都散满 要将整个世界都给他平一般 而且他们的速度是这样的快 那些马简直就不是马 快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看 冲在前面的某位骑兵 就要和一棵大树撞上了 而这个骑兵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那两人合抱 才能够抱住的大树一般 直接先前而去 通龙 大树当即四分五裂 无数的木屑向着四面八方飙射而去 而那名骑兵直接就穿过了被撞碎的大树 继续毫发无伤毫不停留地向前而去 这些骑兵简直都凶狠到了极致 各个的修为都高深莫测 而另外一边 韩宇所在 黄燕简直都急到了一种不知所措的地步了 他已经不知道叫了韩宇多少声了 但是韩宇就是没理会自己 只是像是一个傻子一样看着前方 现在情况已经无比的危急了 这个叫做韩宇的人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呆住啊 难道他的心神已经被震碎了 对了一定是这样的 刚刚这个叫做韩宇的男人的表现 就让我觉得奇怪了 面对那些突然冲起的骑兵 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的自己 都被震折住 都已经完全不能动弹了 这个家伙竟然还能动 果然是这样啊 他的心神已经完全被震碎 刚刚能够行动 只是惯性使然而已 那么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 这个叫做韩宇的人 既然心神都被震碎了 就算我带着他走 就算逃过这一劫 他也不可能活下来的了 而如果带着他 本来就没有多少机会活下来的自己 还有任何一点活下来的希望吗 在心里如此权衡着的黄燕 不由又重重低一咬牙 然后然后一手抓住了韩宇的手 就要向着身后掠去 就算是死了 他也不能让他粉身碎骨死无全尸 最起码自己需要尽力 啊 黄燕突然尖叫了起来 黄燕感觉有一股自己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的力量 突然拉住了自己 然后自己撞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之上 让得自己的身体都要散架了 仿佛那就是一座大山 一座如这个世界上最坚硬的玄石造成的大山 无坚不摧 而当黄燕终于驱散了脑海中那一点眩晕感之后 一双眼睛不由猛然瞪大了起来 因为 因为在这一刻黄燕终于发现 刚刚是什么拉住自己 自己又是撞到了什么之上 刚刚拉住自己的竟然是韩宇 不 应该这样说才对 黄燕想要拉走韩宇却没有拉动韩宇 从而因为一个反弹力直接装在了韩宇身上 然后 然后黄燕的眉头不由微微皱了起来 眼睛里出现了迷惑之色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向了韩宇 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黄燕很清楚地知道 刚刚的自己已经将自己的力量几乎提升到了极致 所以他手中的力道一点也不轻 要不是这样 他怎么可能会因为那一个反弹力 让自己身体像是要散架一般 如此 黄燕脑中不得不生出一些疑问了 这个明明已经被眼前这一幕给震碎心神的人 为什么还有如此力量 能够将自己给拉回来 最重要的还是 这个家伙的身体究竟是什么做的 怎么会坚硬到这种程度 难怪之前被那个无头人这样撞击他都没有任何一点事情 如此想着的黄燕就要开口问出自己的问题 甚至乎都忘记了自己已经认定了韩与心神俱毁 却又在这时 突然的 黄燕发现自己的手竟然被什么抓住了 黄燕下意识地就想要去挣扎 想要将束缚给甩开 但是 但是却没有任何效果 甚至乎 黄燕还觉得自己的身体连一动都不能动了 这真是一种太奇怪的感觉了 黄燕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 甚至是一点的束缚感都没有 但是他却发现自己一动不能动了 不 黄燕并不是一动不能动 黄燕依旧在向前而去 在一股他完全没有办法抵抗的距离的拉扯之下再向前着 只不过速度还是不快而已 然后 然后黄燕终于发现了这一股距离是从哪里而来的了 黄燕的手正被韩与捉着 在发现这一点之后 黄燕不由震惊在了原地 他完全蒙住了 没有想到 万万没想到 黄燕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因为 那的已经被吓到心神都碎裂的韩羽而不能动弹 像是一个傀儡一般被拉扯着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一切真的是因为这个家伙 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力量 这样的气势 他怎么可能厉害到这一种地步 竟然能够让已经一只脚踏入了玄尊境界的自己 完全没有反抗的力量 甚至乎 这个家伙还让自己感觉不到任何压力 自然而然地想要跟着他而动作 这究竟需要强大什么程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啊 或许即便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遥遥领先自己的成豪 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吧 不一定不是他 这一切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家伙 一定是什么地方不对而已 黄燕不由否定了自己的第一个念头 因为那个念头实在太恐怖了 他不相信从最开始到现在 都需要被自己保护的家伙 竟然会强大到一个让自己仰望的地步 况且这个男人还这么年轻 还是一个散修 他怎么可能和那些世家子相比啊 想到这里 黄燕的心神不由恢复了过来 对着韩宇说道 快 快放开我 我们一起逃走 前面的路已经不能走了 我们赶快转头逃离这里 韩宇终于行转了过来 像是发了一场噩梦一般 额头上已经满是汗水 看向黄燕的眼睛显得无比的虚弱 说道 前面不是有避难的地方吗 我们继续向前 然后 然后韩宇拉着黄燕的手 继续向前 一双充满了坚定的眼睛 在这一刻 却显得很是凝重 如果你也知道 刚刚韩宇经历了什么 那么你也就不会 对现在韩宇的行为和状态 感到奇怪了 因为刚刚韩宇经历的事情 实在太恐怖了 在脚步向前的那一刻 在韩宇铁定心思 要在那些骑兵到来之前 去到那个避难所的时候 韩宇突然感觉到了一种距离 一种像是大山压了下来 像是波涛冲击在了身上的距离 仿佛前面的所有骑兵的气势 一下子就压了过来 仿佛一大片乌云一下子就压了过来 让韩宇感觉到无法呼吸 让韩宇无法迈开脚步 让韩宇几乎都要跪下去了 是的 在刚刚的那一刻 因为韩宇的意志足够坚定和坚强 又因为韩宇的意志是想要抵抗前面的骑兵 所以那些骑兵的精气神都聚集在了起来 都聚集在了韩宇身上 韩宇不知道的是 这些骑兵最为奇怪的一点便是 当一个人对于他们的反抗情绪越大 当一个人的意志越坚定的时候 这些骑兵就越会将这个人当成敌人 就越会想要将这个人压下去 想要将这个人给杀死 前面的骑兵有多少 这些骑兵各个凶悍无比 这些骑兵联合起来的气势和精神压力到底有多大啊 如果刚刚面对这些骑兵直接的杀意和气势的不是韩宇 那么或许那个人早就趴下 早就死掉了 不是经历了太多 不是有过太多次的生死一线 不是承受过制强者的威压 韩宇真的早就死了 而即便是韩宇 面对那样的威压和杀意 也不可能好过的 就像是现在 面对完那一轮杀意 韩宇几乎都已经要虚脱了 但是当然的 既然韩宇还没有死 韩宇就不可能放弃 韩宇就不可能屈服 韩宇就是要继续向前 不 我们不能向前 黄燕猛地一甩韩宇的手 大叫道 你没看见那些骑兵的速度有多快吗 你没看到那些骑兵的气势有多强吗 我们继续向前 就只有死路一条 赶快逃 我们现在就逃 逃回去 黄燕一边大叫着 就要拉着韩宇向着身后而去 走 向前而去 我们能够赶上的 韩宇一声大叫 如同红中俱响 又似是玉珠落银盘 声音红亮 却又清脆悦耳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但是在这一刻 韩宇的声音却真的具备了这两种矛盾的因素 黄燕感觉到自己的心神被震了一下 仿佛灵魂都要从躯体里跳出来了 但是 但是奇怪的又是 在这一刻 黄燕又觉得自己整个人舒服了很多 身体内有一股暖融融的东西在流动 在没有刚刚的交集了 然后 然后很是奇怪的 黄燕明明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想要向前而去的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应该顺从韩宇的意思 所以 所以黄燕在没有任何反抗 被韩宇拉着自己的手 向前而去 没有任何的犹豫 当向前走出一段路之后 黄燕猛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颗心不由又剧烈地跳动了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明明自己不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明明自己觉得这件事情无比的危险 为什么自己又会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自己又会觉得做这件危险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一点危险 想到这里 黄燕不由又看向了自己一旁的韩宇 难道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刚刚的一句话 这 一想到这里 黄燕不由就猛地摇起了头来 感觉到这个可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第2152章半路截杀 这个世界真的有太多难以解释的事情了 就像是现在 前面的这些骑兵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这些骑兵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而此时最迷惑黄燕的还是 自己身边的韩宇 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啊 当然这个时候却不是思考的时候 因为危险就在眼前 而且这危险是绝命的危险 呼 突然有一阵风刮了起来 这是黄燕的第一感觉 不过黄燕很快就否定了这种想法 因为在这一刻 黄燕突然就发现周边的事物在快速的倒退 简直都快到了一种让自己的眼睛看不到东西的地步 黄燕再向前而去着 再快速地向前而去着 就如同一阵烟 就如同闪电 是的 韩宇加速了 在承受住了那些骑兵的第一轮气势上的压制之后 韩宇再不受那些骑兵的气势丝毫影响了 于是乎 能够恢复正常的韩宇 速度自然就能够提上去了 打败过不知道多少名玄尊巅峰强者 甚至呼还坑杀过一名混沌之境的超级强者的韩宇 速度又怎么可能慢 这边的陈豪健壮 眉头不由就是一条 眼睛死死地盯住了韩宇 到了这一刻 陈豪也总算是确认了 这个叫做韩宇的家伙 并不像是所有人认为的那样弱 相反他还可能很强 如果不是这样 他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 他怎么可能抵抗住前面骑兵的压力 陈豪可是很清楚那些骑兵的压力有多强大的 之前他就差点死在了这些骑兵的手上啊 如果不是发现了偶然发现了这里有一个天然的阵法 那时候几乎都能够动弹的陈豪 是真的已经死去了啊 快 快将阵法给关上 陈豪赶快 也在陈豪思考着这一切的时候 突然的 一旁的李全的声音响了起来 显得十分的急切 看见韩宇的速度竟然突然提了上来 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估算 韩宇一定能够赶在那些骑兵来到之前来到这里 李全就不由心急了起来 刚刚韩宇可是处在了一个必死的境地当中啊 我们的李全也想好了韩宇死去时的样子 想到了韩宇和黄燕被那些骑兵给镇压成肉末的样子 虽然黄燕也死 让李全觉得有点可惜 毕竟她不是还没有享用过那个装出一副淑女样的臭婊子啊 不过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让他们活过来了 李全不是更加不开心 要知道平常时候 李全可是没有机会向黄燕出手的啊 陈豪的眉头微微皱了皱 犹豫了一下 然后才说到 他们还有机会 我们再等一等 李全的眼睛猛然瞪大了起来 叫道 陈豪你傻了吗 因为你的犹豫 因为你的怜悯 因为你的怜悯之心 我们可能都会死在这里的 现在立即 将阵法给关了 陈豪没有回答 只是用皱着眉头的眼睛看向了李全 李全怒目而是 哼 李全你是不是要和我们不死不休 如果黄燕没有任何机会 我们自然什么都不可说 但是如果黄燕还有机会 却因为你说要关闭正法而死 我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即便要付出性命 康 一堆狗东西 这样骂着的李全 却没有再纠缠下去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自己身后的那几个黄燕的同伴眼睛里透出来的决裂 黄燕的同伴 一共有五个人 每一个人的实力都不算得太高 但都有玄军巅峰修为 更重要的是 他们同出一个师门 有良好的默契 他们一旦结合起来 能够发挥的作用 或者说实力 一点也不比一名玄尊终极强者弱了 所以很清楚这一点的李全只有沉默了 而在这一刻 不知道为什么 陈豪皱着眉头的眼睛看了一眼身后的那几个人 眉头不由皱得更紧了一些 眼睛有一道难以明确有着什么意义的光芒闪烁了起来 近了更近了 那些骑兵离着这边更近了 他们身上发出的气势 他们向前而来的滔滔气焰 让人能够更加清晰地感觉到了 他们就如同天兵天将 要降临反间 给予那些大奸大恶的人无比沉重的惩罚 而且无人能阻 他们就是波涛 他们就是洪水 他们就是大雪崩 他们不可抵挡 众人的心脏都跟着他们的马蹄声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甚至乎还有一两个实力修为相对弱一点的人 直接就晕倒了过去 根本不能承受着思天之危 观阵法 观阵法 现在立即观阵法 李全大叫了起来 这一次不单单是为了让黄燕和韩宇死在外面了 而是因为他有了惧怕 因为害怕前面的那些骑兵会将自己给踩在马蹄下 让自己碎尸万段 陈豪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手微微动了动 但最终却还是停止了动作 而在陈豪手动做的同时 陈豪身后的那五个人也都有了动作 他们的气息几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仿佛五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当然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了 重要的是 此时韩宇和黄燕离着这边也很近了 就像是刚刚的猜测一样 此时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韩宇和黄燕一定能够赶到这边的 对于这一点 黄燕自然也能估算出来 所以他脸上不由出现了笑容 满足的笑容 开心的笑容 他真的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活下来 真的没有想到啊 而想到这里 黄燕不由又看向了拉着自己的韩宇 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家伙 都是因为这个让自己越来越看不明白的家伙 这个家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啊 他真的是散修 一个散修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快的速度 即便是一些大家族里面的核心子弟在他这个年纪 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吧 不管了 带回安全之后 再问问他就是了 这样想着的黄燕 脸上又出现了笑容 一种劫后余生的笑容 陈豪等人就在前面 韩宇和黄燕离着陈豪等人还有不足十里的距离 而那边的骑兵却还有二十里的距离啊 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 哼 突然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句响响了起来 然后 然后韩宇和黄燕同时向着一侧飞了出去 就像是断线风筝一般 倒飞在空中的韩宇不由就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这一次撞击的力量不算太强 但是出现的时机实在太过于不合适了 韩宇刚刚正将所有的心神放在了前面的骑兵之上 所以根本就没有留意周围 根本就没有想过躲闪和防御 所以这不算太重的一状 也让韩宇如同遭受了雷劈一般 受到了不轻的伤害 是谁 这个时候究竟是谁突然出手了 韩宇内心不由发出了这么一个疑问 而一旁的黄燕的眉头也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紧张地向着四周扫尸了起来 哼 就在两人在思考和观察的同时 突然又是一声巨响响起 然后 然后韩宇和黄燕再次倒飞而出 太快了 納得对两个人发出攻击的存在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而且他的攻击是这样的果断 是这样的毫无停歇 简直就是一级连着一级 无头人 因为攻击的重心基本上都在韩宇身上 所以黄燕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所以此时黄燕发现了刚刚发出攻击的存在 是的 刚刚发出攻击的正是无头人 轰隆又是一声巨响响起 同时有漫天的火焰升腾了起来 然后 然后有两个身影从火焰里冲了出来 这两个身影正是韩宇和黄燕 这个时候并不是思考的时候啊 更不是停留的时候 韩宇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什么也不去想 只想着去到前面的正法那里 所以 韩宇一拳头向前狠狠轰了出去 狠狠轰在了无头人身上 然后带着黄燕就向前掠了起来 哼 又是一声巨响响起 韩宇刚刚掠出一点距离 身子又向前飞了起来 无头人 发出攻击的还是无头人 倒飞在空中的韩宇眉头 不由紧紧揍了起来 刚刚的那一集 此时他已经感知到了 而且有足够的把握去躲闪甚至是反击 但是 但是在最终 韩宇却选择了去承受 因为这个无头人的速度实在太快 而且攻击对他好像没有任何一点效果 更重要的是 好像每一次韩宇的攻击 都会让他的力量和速度增强一点 这个时候 韩宇根本就没有时间和他纠缠 而这个无头人每变强一点 就会让韩宇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变低一点啊 所以 韩宇只能默默承受他的攻击 不管不顾无头人 一味地向前掠去 砰砰砰 一声声巨响不断响起 韩宇的身子一飞再飞 瞬间就受到了无头人不止十次的攻击 仿佛根本就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了 那边的李全看到这里 嘴角已经不由高高瞧了起来 心道 连天都不帮你 我看你怎么和我斗 不死 哈哈 这一次 你死定了 你们两个都死定了 没人能够救得了你们 就现场情况来看 无论怎么看 韩宇和黄燕都是死定了 无头人或许不能够将韩宇给轰碎 但是 但是此时前面的骑兵军队正在向着这边汹涌而来啊 韩宇如果不能进入政法之内 他不是只能面对那汹涌的骑兵 如此 韩宇和黄燕还有什么可能活着 但是 但是就在这时 众人终于发现原来事情根本就和自己的想象有着天翻地覆一般的不一样 因为就在这时 众人以为必死无疑的韩宇和黄燕 竟然 第2153章紧急 是的 从刚刚到现在韩宇一直都在承受着无头人的攻击 身子一次又一次地向着空中飞去 但是 但是如果你一直站在高空之上 那么你就会发现一点奇怪的地方 韩宇飞出去的方向 正是朝着陈豪等人此时所在的正法啊 是的 是的 韩宇在受到无头人攻击的同时 做出了一点调整 让自己倒飞出去的方向 朝着陈豪等人所在而去 要做到这一点 当然是不容易的 对于无头人的动作 无头人攻击的力量 无头人的速度 等等所有的一切 都要把握的分毫不差 连最细微的一点波动都不能够错过 才可能在最终控制好自己倒飞出去的方向 而想要将一个高速移动的人的每一个动作 都完全把握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何况韩宇在遭受攻击 韩宇在连连遭受攻击 而且韩宇根本就没有一点歇息的时间 而韩宇确实做到了 凭借着自己对于空间法则的一点感悟 凭借着自己敏锐的感知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呆住了 然后 然后众人不由都重重地摇了摇自己的脑袋 将自己刚刚的猜想完全抛之脑后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根本就不是韩宇刻意为之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 根本就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所以他们都一致以为韩宇的运气太好了 好到今天了 陈豪的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他没有像是周围的所有人一样 立即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而是在猜测 在权衡 在思考 这个家伙是真的很厉害 还是运气太好了 想到这里 陈豪的眉头突然在往下一压 瞇着的眼睛死死冰住了韩宇 同时他的一双手 微微动作了起来 准备关闭阵法 当然无论此时众人如何去想如何去做 韩宇要做的事情也只有一件便是向着这边而来 通龙 就在韩宇以为一切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的时候 突然的 一声巨响响起 韩宇再次倒飞了出去 倒飞出很远一段距离 而且方向 方向竟然完全不按照韩宇之前设置好的方向而动了 是的 这一次 韩宇不能再把握住无头人的行动 因为就在这一个刹那 无头人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要比之前更强大了 直接就强大上两倍了 而且看样子 无头人的气势竟然还在提升 韩宇的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在韩宇的想象中 无头人会变强 是因为有人攻击了他 而从刚刚到现在 韩宇都没有攻击他啊 他为什么突然就会变强了 轰隆 又是一声巨响 冲 杀 前面传来的声音 已经滔天了 空间在不断颤抖 甚至乎都有细小的黑色空间裂痕出现了 而因为那些骑兵的冲击 地面不断破碎 他们的兵器所过之处 所有一切都给折断摧毁掉了 在这一刻 这些骑兵的气势简直都要冲天了 简直都要将这个世界给撕裂了 韩宇的眉头更紧 想到了某种可能性 无头人的变强 很可能和这些骑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是当然 这个时候 韩宇已经没有时间去思考太多了 身子一动 韩宇带上黄焰 再次向前掠起 通龙 又是一声巨响 如同闪电一般的无头人再次撞向了韩宇 韩宇再次倒飞而出 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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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关门 那些可恶的家伙 就要来到了 再不关门我们就都要死在这里了 该死该死 赶快关门 赶快关门 也在这时 突然的李全急促的声音响了起来 原来韩宇在向前 那些骑兵也在向前 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 而且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拦阻 所以此时他们离着陈豪等人只有五里路不到了 他们滔天的气势已经让李全几乎站不稳脚了 陈豪眉头再紧紧一皱 眼睛看向了那五人 然后 然后双手动作了起来 已赶 那五人同时对陈豪大喝了起来 最后十秒钟 我只能等最后十秒钟 否则我们都会死在这里 这样说着话的陈豪 双手并没有停下来 随着陈豪的动作 他身前的一片突然有光芒亮起 这些光芒很亮 但是却不是将整个空间都盖满的那种光芒 而是形成了一道门 一道大大的门 而因为陈豪的动作 这些光芒在不断收缩 大门很快就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门 然后继续收缩 快 黄燕快过来 在迟 门就要关闭了 那五人没有办法也没有理由阻止陈豪 只能对着那边的黄燕大叫道 黄燕很想动作 但是此时他却发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从刚刚开始 自己的一切动作都是因为寒雨 如果没有寒雨 他觉得自己可能早就被无头人给撞趴在地上不会动了 所以在这一刻 黄燕不由看向了寒雨 眼中充满了稀奇 他突然有了一种感觉 只要是这个人 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有可能的 然后 然后寒雨动了 突然一只手死死抓住了黄燕的手 然后 然后黄燕感觉到了一种距离 一种自己连反抗的心思都生不出来的距离 再接着 黄燕的身子突然就掠了出去 然后 轰隆一声巨响 黄燕感觉到自己的身子突然就失去了重力 仿佛已经超脱了这个空间 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同时黄燕感觉到自己的皮肤之上传来一阵灼热的感觉 像是皮肤都要燃烧起来了 然后 然后黄燕的身子就像是一只剑向前飞射了出去 黄燕感觉到的灼热的感觉 正是因为此时黄燕在空中飞行的速度太快了 空气都承受不住这种速度 从而燃烧了起来 然后 然后黄燕的身子慢慢停了下来 黄燕也终于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 刚刚韩宇抓住了自己的手 在那个无头人要对他进行攻击的时候 他将自己给扔了出来 韩宇要独队无头人 韩宇要独队危险 韩宇要让自己逃走 想到这里 刚刚因为看见陈豪就在眼前而兴奋的黄燕 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眼睛死死地看向了那边的韩宇 只见那边烟尘滚滚而起 不断有轰击声响起 韩宇的身子不断向着高空飞去 不断被无头人攻击着 看到这里 黄燕不由狠狠一咬牙 就要向着韩宇那边掠去 这个时候 黄燕自然是安全的 陈豪离着他也不过是两里地的距离 只要他几个飞跃 就能去到那边 并且不会受到任何拦阻 但是 但是黄燕能够吗 那个男人为了救自己 而陷入了危险 黄燕会见死不救 刚刚黄燕都能够对一个完全陌生 对自己并没有任何恩情的韩宇 施展援手了 现在 黄燕可能独自逃走 走 进入阵法里面 赶快 不要过来 过来只会让我无计可施 只会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死在这里 快走 快进入阵法里面 突然的 那边的韩宇传来了一阵大和声 声如红中 又似是春雷乍现 简直都要惊破天地了 黄燕眉头不由就是一景 看了看韩宇又看了看这边的陈豪 一咬牙 向着陈豪这边掠了过来 那个家伙既然能够将自己救出来 那么他应该也是能够向着这边而来的 他应该能够活下来的 进入阵法之内 黄燕的眼睛立即一眨不眨地 盯向了那边的韩宇 一颗星不断地颤抖着 快 快关闭阵法 黄燕已经回来了 现在你还不关闭阵法 难道真的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死在这里 快 加快速度 李全大声叫喊着 声音已经在颤抖 事实上他整个人都在颤抖 如果不是因为不想要在众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懦弱 如果不是心底的最后一点自尊在坚持着 他早就因为眼前的景象而倒地不起了 前面 众人的前面 那些骑兵已然来到了他们两里地之内 他们身上的盔甲闪烁出来的寒芒都能够让人感觉到寒冷了 他们手中的尖锐的兵器展现出来的杀器都能够将人给杀死了 陈豪大手一挥大喝道收 顿时光芒大亮 那道正在不断缩小的门 就像是被人重重拍了一下 猛然缩小 一下子就要消失不见 助手 突然的 黄燕的声音响了起来 同时 黄燕的身子已经撞向了陈豪 将陈豪给撞向了一边 李在干什么 陈豪紧紧皱着眉头 眼睛很势不解和愤怒地看向了黄燕 等 再等一会 韩宇一定会过来的 黄燕有点不敢看向陈豪的眼睛 他是那么的爱他 简直就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竟然会这样对他 三秒 陈豪神色变得冷俊了起来 同时开始倒数 三 黄燕很想说什么 但看着这样的陈豪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于是乎 黄燕只能转移视线 看向了外边 此时 韩宇再一次被轰飞了 在三秒之内 根本就不可能到达这里啊 因为这个时候 那的无头人竟然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速度和力量都达到了玄增巅峰强者的水准啊 区区一个韩宇怎么可能逃掉 所有人都不由在心里如此想到 二 韩宇在承受着攻击 韩宇不能向着这边而来 但是时间却在走着 倒数依旧在进行着啊 还有两秒钟 两秒之后 大门就会被关闭 那个时候 韩宇将会必死无疑 在那些骑兵面前 韩宇还有任何活着的可能 黄燕的牙齿死死地咬在了一起 他的拳头也紧紧地握了起来 关门 关门 快关门 李全的催促声再次响了起来 轰隆 第2154章隔离 往往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你越是紧张的时候 情况越是危急的时候 意外却又总会在这时 让你猝不及防 让你防不胜防 突然的 那个无头人像是疯了一般 力量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 速度也提升到了一个极致的状态 只听轰隆一声 那边的无头人如同天神降临一般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简直都要滔天了 如同潮水一般 一波接着一波 一波比一波强大 而这样的无头人 正像是一头被惹怒的犀牛一般 不管不顾一切向着寒雨而去 然后 然后那片空间突然就碎裂了开来 完全碎裂了 这边的所有人 根本就看不到那里发生了什么 只能感受到一道强大 大到让人心悸的气息生腾了起来 看到这里 黄燕一双眼睛不由猛然瞪大 然后 然后眼睛里的神采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 再接着 再接着 黄燕不由就倒在了地上 像是突然就失去了所有力气一般 那个人死了 那个叫做寒雨的家伙死了 那个因为想要救自己 却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叫做寒雨的家伙死了 在这一刻 几乎所有人都有了这样的想法 不知道为什么 陈豪此时的嘴角竟然微微瞧了起来 然后 收 倒数到二的陈豪 突然一声大喝 同时双手猛逼一合拢 然后 然后有光芒大作 然后 然后那些光芒突然就收缩了起来 收缩成了一点 而又在这时 又在那光点几乎要消失的那一个刹那 在外面的景象就要消失在众人视线之内的那一个刹那 外面的空间突然扭曲了起来 然后 然后一个人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众人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看清楚那个身影的主人的长相 那个光点就消失了 众人的视线也就被阻隔了 但是 但是那一个瞬间就算再怎么短暂 那个身影就算再怎么模糊 众人也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那一道气息 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刚刚确实有一个人存在 而那个人 并没有披上一身甲皱 那个人是有脑袋的 换句话说就是 那个人不是骑兵 那个人不是无头人 此时此地 还在阵法之外的人 既不是无头人又不是骑兵的人 自然也就只剩下韩宇了 是的 韩宇没有死 韩宇不但没有死 还在最后一刻赶上来了 只是 黄燕突然从地上跳了起来 大叫道 是韩宇 是韩宇 刚刚那个是韩宇 韩宇没有死 韩宇赶上来了 众人都认可了黄燕的这种说法 但是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出生 因为 因为此时阵法已经 已经关闭了 就算韩宇没有死 就算韩宇赶上来了 又怎么样 狂喜地大叫了一会之后 黄燕终于感觉到了现场的异常了 然后 然后黄燕看向了陈豪 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 温柔地恳求的笑容 说到 韩宇没有死 韩宇已经来到了阵法的前面 刚刚你也看见了吧 陈豪没有回答 甚至乎几乎都没有动作 只是静静地看着黄燕 那么 你打开这个阵法吧 只要你打开这个阵法 韩宇就能进来 韩宇就不会死在外面了 韩宇有救了 哈哈 说着说着 黄燕又笑了起来 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陈豪的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却还是没有说话 你说话啊 你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难道事情不是这样吗 黄燕的笑容收敛了起来 眼睛紧紧盯着陈豪看着 你说话啊 你哑巴了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不说话可以 现在立即将阵法打开 让韩宇进来 现在 立即 黄燕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 眼睛死死瞪起 就像是要吃人一般看着陈豪 不可能的 黄燕你知道不可能的 此时外面会是什么样一个场面 你一定能够想象到 此时如果打开阵法 我们都只会死在这里 为了一个此时可能已经死去的人 而要牺牲我们这里的所有人 不可能 陈豪说完就将自己的嘴巴紧紧憋了起来 眼睛也不再看向黄燕 不能 不可以 你要打开阵法 现在就打开 我不管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现在立即就将阵法打开 黄燕有点无理取闹一般 一双手已经揪住了陈豪的衣领 用力地摇晃起了陈豪 陈豪神色变得阴沉了起来 一只手轻轻动了动 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做 任由黄燕就这样摇晃着自己 哼 一个小白脸死了就死了 值得你这么伤心这么疯狂吗 以前你不是说自己很喜欢陈豪的吗 现在怎么对陈豪这个样子了 难道你就是这么贪心念旧 如果真是这样 你不放考虑考虑一下我 我一定会在你痛苦的时候 给予你最为强烈的冲击 让你愈先愈死的 哈哈 已经确定自己是安全的李全 不由放松了下来 也就有了心思去取笑人了 黄燕当即大怒 眼睛死死瞪住了李全 大叫道 你再说一句话 李再说一个字是 看我会不会将你杀了 看我会不会将你撕裂了 李全耸了耸肩 对着黄燕展出了一个很是邪恶的笑容 然后冷恒一声转头向着一边走了开去 和疯子争吵 这不是我们李全会做的事情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你开不开门 黄燕眼睛再次看向了陈豪 陈豪没有说话 也没有动作 但是此时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 是不是已经说明了太多 黄燕表情变得猙獰了起来 整张脸几乎都拧到一块去了 他的拳头死死握紧 又死死握紧 然后 然后黄燕一拳轰了出去 但是这一拳却没有轰到陈豪身上 而是将一旁的一棵大树给轰断了 眼睛瞪了一眼陈豪 黄燕大手一挥 将身子转了开去 然后向着一旁掠了开去 在确定自己身边没有人的时候 黄燕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 从眼眶里大滴大滴滴滴落了下来 如同一颗颗美丽的珍珠一般 刚刚 刚刚黄燕真的很想一拳将陈豪给轰碎的 他真的很想大骂陈豪 真的很想和陈豪不死不休的 但是 但是最后 黄燕却还是没有办法那样做 因为那个人 那个人是他爱的人啊 即便那个人做出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是的 黄燕还很清楚地记得 当时陈豪答应过自己 给韩宇三秒钟的时间 但是 但是最后 陈豪只给了韩宇两秒钟的时间 而因为这最后一秒的时间 韩宇却只能被留在了外面 留在外面会有什么结果 黄燕都不用去思考了 能够活下来 这样的猜测不是笑话是什么 外面的那些骑兵是什么存在 难道他们都是出来溜达的 难道他们都是垂木的老人 被风儿一吹就会倒下 韩宇必死无疑了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最后那一秒钟 如果陈豪是其他的任何一个人 黄燕第一时间会做的事情 便是和他拼命 但是 但是陈豪却是陈豪啊 所以 黄燕只能助手 只能为陈豪去找借口了 在最后的那一秒钟里 谁都看见了外面的情况 谁都已经以为韩宇必死无疑了 自己不也是这样认为的 如此 陈豪将阵法关闭 又有什么错啊 如此我又怎么应该去责备陈豪啊 陈豪根本就没有错 这样想着的黄燕 脸上不由出现了笑容 为自己找到这么一个无懈可击的好理由 为自己在心中留下了陈豪不可被攻击的好形象 然后 然后黄燕的泪水便再一次如同瀑布一般流了下来 再然后 再然后黄燕紧紧握住了拳头 眼睛死死兵住了那边的阵法的开口之处 放心吧 韩宇 我一定会将你的尸体找回来的 我一定会为你立一座坟墓的 我也一定不会 一定不会让你白白死去的 该承担责任的人 我一定会让他去承担责任的 谁应该承担韩宇死去的责任 这个人自然就是陈豪了 但是 但是此时黄燕不是已经将陈豪变成了一个无辜的人 那么这个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又会是谁啊 这个人当然就是黄燕他自己了 为什么此时黄燕如此愧疚 他却没有做出任何伤害自己的事情 任何人如果足够愧疚的时候 难道不会想着伤害自己用肉体的疼痛去掩盖内心的煎熬 是因为他不够愧疚吗 当然不是 而是因为黄燕想要让自己保持巅峰状态 这样他就能够找到韩宇的尸体 然后为韩宇立一个坟墓 然后 然后自己才能安心去死啊 他黄燕从来都不欠人家什么 而这笔账 需要海的人是陈豪 而他又不能让陈豪去海 那么他便只能自己去海 谁叫他爱着陈豪 大概这便是爱情 通龙 通龙 阵法之外 和阵法之内 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阵法之内安静 安全 阵法之外 到处都在爆炸着 到处都有强大的气息升腾而起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而此时韩宇就在这样一个地方 而且没处可去 第2155章强大至极 时间稍稍回到几秒钟之前 当无头人身上升腾起滔天气势的时候 韩宇的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但当然此时韩宇依旧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所以在这个时候韩宇依旧能够清晰地进行思考 然后 然后无头人向着韩宇攻击过来了 韩宇将自己的力量提升到了极致 一拳向前轰了出去 然后 然后将无头人给轰飞了出去 同时 同时韩宇向着碎裂的空间迈出了一步 身子直接消失在原地 穿越了空间 来到了阵法面前 韩宇的每一步都是经过计划的 而每一步的计划都是这样的完美 最终也真的到了阵法之前 但是 但是在这个时候 韩宇却发现前面的阵法 竟然已经关闭 这让韩宇不由待在了原地 有点后悔自己 刚刚为什么没有再快一点 但仔细回忆之后 韩宇又发现 刚刚的自己确实已经做到了最好 最起码已经倾尽了全力 在骑兵出现之后 在知道这边有一个避难所之后 韩宇没有穿越空间 完全是因为他的契机 依旧在被那边的骑兵给压制着 让他没有办法穿越空间 所以从最开始到刚刚 韩宇都没能带着黄艳穿越空间 而因为无头人的力量的突然暴涨 韩宇也就有了穿越空间的可能了 因为无头人的强大力量的冲击 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冲开那边骑兵带来的压力 而到了那时候只要将无头人给轰飞 韩宇自然也就能进行空间穿越了 这便是韩宇的想法 但是 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没用了 因为阵法已经关闭 而现在 现在韩宇要面对的不仅是难缠到了极点的无头人 还要前面那 那成千上万 根本就没有极限的骑兵啊 韩宇深深地吸了口气 将刚刚的事情全部抛之脑后 然后 然后韩宇看向那边骑兵的眼神坚定了起来 拳头死死握起 再然后 既然事情都这样了 那么 那么便逃吧 韩宇转身就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哼 突然一声巨响响起 韩宇的身子稍稍侧向一边 一拳头向前轰了出去 因为就在这一刹那 无头人再次向着韩宇冲击了起来 将无头人再次轰飞 韩宇的神色变得更加凝重了 这个无头人根本就难以解决啊 他就像是鬼魂一般 随时随地会跟在你身后 而且他打不死 韩宇想起了那泉水 于是乎 韩宇猛然将头转了回去 冲 沙 那边的骑兵再一次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喊沙声 扑天盖地一般向着这边急速掠来 震动的地面几乎都要崩碎了 韩宇的脸色不由变成了苦瓜状 因为泉水所在的位置竟然 竟然有一个骑兵已经踏在了泉水之上 有一个骑兵踏在了泉水之上 自然很快就会有更多的骑兵 会踏在泉水之上 所以此时如果韩宇转身回去 那么就要和那些骑兵相遇了 呼 有风吹起 韩宇嘴角不由抽了抽 然后 然后转身一拳 将带起风声向着自己掠来的无头人轰了过去 然后 然后韩宇急速向着泉水掠了过去 前面的骑兵很吓人 很厉害 但是如果只是面对一个甚至是几个骑兵 韩宇都不会太害怕 而如果要面对这无头人 或许只是一个 都让韩宇吃不消了 以及快的速度去到泉水那里 在骑兵大军没有汹涌而上之前 离开泉水 然后再逃走 这或许是韩宇唯一能够想得到的逃走的办法了 呼 想到什么 韩宇此时就必须要去做什么了 因为此时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韩宇了 所以韩宇一下子就向前掠了出去 然后 然后韩宇来到了骑兵面前 穿着一身甲胄的骑兵 身上有着一股浓烈的杀气 他手中的战枪挥舞了起来 这把战枪全身黑漆漆的 却不是那种纯黑 而是 而是一种深沉的红色 隔着一点距离 韩宇甚至都已经闻到了战枪伤的血腥味 这把黑漆漆的战枪身上的颜色 是鲜血 呼 战枪向着韩宇刺了过来 带其阵阵风声 如同一条毒蛇一般紧紧地锁定住了韩宇的气机 让韩宇躲无可躲 韩宇冷恒一声 身上的气势陡然提升 将战枪之上的气势给震了开去 然后一个侧身 闪过这一次 韩宇以为这一劫已经躲过 正心有余计 嗖 突然又是一阵风声响起 一道韩宇猛猛然向韩宇刺去 如同一条突然发出攻击的毒蛇 速度快到了极致 动作灵敏到了极致 韩宇眼睛猛然瞪大 却已经来不及回头 只能就是一滚 向前滚去 通龙 一声巨响响起 空间猛然扭曲 一道细小的空间裂痕 出现在了韩宇刚刚所在的位置 同时一把长枪正像是一头耀武扬威的老虎一般直立在那里 在地上翻滚了一下的韩宇 身体猛然窜起 再次向前奔去 而此时韩宇的脸色已然大变 韩宇没有想过 真的没有想过 这些骑兵竟然厉害到了这种程度 他们的力量强大 他们的身手敏捷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无比的战斗经验 他们的招数都是杀人的招数啊 刚刚韩宇以为躲过了一劫 谁料人家竟然会来一个回马枪 此时感受着后背火辣辣的疼痛 韩宇不由就是一阵后怕 刚刚如果不是因为直觉感觉到了危险 此时可能那支黑漆漆的枪就会从他的胸膛穿透而过了 呼 就在韩宇心有余悸的这时 韩宇向前奔去的一只脚步有猛然一踏地 将一片地生生踏出了一个巨坑 然后身子猛然向后弯去 然后 然后韩宇看见一把战刀就贴着自己的脸颊而过 韩宇甚至还能清晰地看到刀锋上闪烁的光芒 还感受得到刀锋之上的强大力量 脸颊都因为这刀而生疼了 太快 太厉害 太默契了 是的 又是一名骑兵已经来到了韩宇身前 刚刚这名骑兵离着韩宇还有半里路 却没有想到韩宇只是和第一个骑兵交手了一个回合 这个骑兵便已经奔到了韩宇身前 而这两个骑兵的配合竟然是如此默契 把握的时机是这样的准确 韩宇因为第一个骑兵差点被穿透胸膛 躲过了一劫之后韩宇自然会放松许多 而这个时候第二个骑兵立马赢了上来 抓住这个时机不给韩宇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刀就砍向了韩宇的脖子 如果韩宇不是猛然堕地弯腰 此时他不是已经因为那一刀而失手一处了 通龙突然又是一声巨响 同时是一声刺耳的马鸣声响了起来 再接着韩宇只感觉到自己头顶上的整个天空 都漆黑了起来 然后然后韩宇看到了毛茸茸的漆黑一片 赤马毛马掠到了高空 将自己整个上空都给遮盖掉了 韩宇眉头一皱 然后狠狠一咬牙 紧紧握住拳头 一拳头向上轰了过去 同时身子也向上掠了起来 通龙滔天的火焰升腾而起 然后然后那匹马便被分尸了 韩宇从一堆鲜血中冲了出去 同时又是几声巨响和几道风声响了起来 再看刚刚韩宇所在的位置 那里此时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坑 有三把长枪正按在那片空间之上 长枪之上此时还有淡淡的光芒发出 而那片空间依旧在扭曲着 似是因为害怕而战斗着 是的 在那匹马向着韩宇袭来的时候 同时已经又有三名骑兵来到了韩宇身边 如果刚刚韩宇不是选择直接轰碎那匹马 那么无论韩宇怎样应对 等待他的都会是一把长枪 一把锋利的会将他胸膛给刺穿的长枪 这一对骑兵实在太训练有素了 这一对骑兵实在有太多实战经历了 这一对骑兵实在太可怕了 要知道 当一匹马向着你腾空而来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感觉一定是想向着一边逃走的 更何况刚刚韩宇连续两次遇到了危险 如此那个时候的韩宇不是惊弓之鸟 遇到危险都会想着躲闪吗 也幸好韩宇从来都不是一个会退缩的人 也幸好韩宇在最后选择了强势而上 否则 再看 看看从刚刚到现在过去了多少时间 只不过是短短几个瞬间而已 而韩宇竟然已经连续三次遇险 在这个过程中 韩宇面对的还只不过是几名骑兵而已 而韩宇的前面正有着成千上万的骑兵向着他而来啊 韩宇根本就不可能和这些骑兵为敌 这个世界能够和这里所有骑兵为敌的人 也根本一点都不多 但是当然的 韩宇此时还是要向前而去 又堪堪躲过了三名向前而来的骑兵的攻击之后 韩宇离着那泉水更加近了 而也在这时 一把大官刀突然向着韩宇当头披下 大有一夫当官万夫莫开之事 让得韩宇不得不到退了回去 一刀未果 骑兵并没有收刀 而是乘着马匹向前而去的冲势继续对着韩宇追击而去 不得不说的是 此时韩宇还是占到了一些便宜 要知道骑兵真正厉害的地方 正是他们的冲击之势 而他们的烈势有时候也恰恰好是这一点 最起码这一点对于现在的韩宇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骑兵只要一招不中 又或者说只要韩宇躲过了一级去到了骑兵的身后 骑兵就拿韩宇没有任何办法了 这也是到了现在韩宇还没有被围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此时韩宇又准备用自己灵巧的身法躲过着拿着关刀的骑兵 身子猛地向着一侧掠去 准备绕过这名骑兵 哼 却又在这时 突然又是一声巨响响起 然后 然后想着绕路的韩宇身子突然就倒飞了回来 向着高高举起关刀的骑兵而去 第2156张成功 刀是锋利的关刀 使刀的是挟持着冲天之势而来的骑兵 这一刀向前挥舞而去 就如同一条巨龙在咆哮 将空间都给震碎了 这样的一刀能够轻易将人给分割成两半 无论这个人是什么人 就算是平常时候 韩宇面对这一刀 也会觉得棘手 都会思考一下 自己是不是应该和这样一刀硬碰硬 而现在 韩宇直接就向着关刀倒飞了过去 更重要的是 韩宇根本就不是主动想要去招惹这关刀 而是 刚刚在韩宇向着一边绕路而去的时候 无头人终于追了上来 然后 然后自然就是直接就撞向了韩宇 面对这些骑兵已经让韩宇花费了太多的心思了 所以韩宇几乎都没有发觉无头人的出现 所以韩宇直接就被撞飞了出去 而因为是没有多少防备受到的攻击 所以这攻击就显得尤为的严重 这个时候的韩宇 脸色变得苍白了起来 甚至呼到飞在空中的时候 已经有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看样子 韩宇真的受伤不清 而这样的韩宇此时正向着那关刀而去 死死地一咬牙 韩宇一个千斤坠让自己的身子猛地一沉 直接就沉到了地面之上 但因为韩宇倒飞出去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所以明明韩宇的半截身子已经沉到了地面里去 却还划出了很长一段距离 让地面因为他的身子出现了一个大坑才停下来 这让韩宇的伤势变得更为严重了一点 身子刚刚停稳 韩宇不由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不过在这一刻 韩宇的表情却是轻松的 虽然受了点伤 但是最终还是躲过了那凶狠无比的一击啊 搜 又是一个突然 韩宇感觉到了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就像是自己已经被一头狮子给锁定住 已经完全进入了这个狮子的狩猎范围之内 韩宇想也没有想 直接就向着一边掠了起来 而又在这时 韩宇发现又有一骑兵向着自己掠了过来 同时那骑兵的长枪就如同灵蛇一般灵动地快速地向着韩宇迎面而来 这个时候 韩宇很应该进行闪躲 或者后退的 但是 但是韩宇没有 韩宇的速度丝毫不减 不但不减 反而还变得更快了起来 滔天的火焰在这一刻升腾而起 韩宇就如同一条巨龙 就如同一头猛虎 狠狠地向前扑了过去 通龙 砰 一声巨响之后 又是一声巨响的响起 第一声巨响的响起 是因为韩宇 韩宇那几乎用尽了自己全部修为的一拳 以一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将前面的长枪给轰碎了 将前面的骑兵给轰碎了 而第二声巨响是因为回头看向刚刚所在的地方 韩宇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里此时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而废墟之上 此时正有一根全身乌黑的箭力在那里 静静静静静在那里 仿佛那里就是他的世界 他就是那个世界的国王 任何人都不得招惹他 韩宇一点也不奇怪 为什么只是一只箭也能发出这样的威势 因为这只箭是能够要人命的箭 虽然刚刚没有亲眼看见 但是韩宇却已经感受到了那箭的威势 如同一条巨龙 这只箭张牙五爪地向前而来 带动着天地灵气 一路而来 便一路吸附周遭的天地灵气 然后在靠近目标的时候 这箭就会将所攜带的天地灵气 一下子射出 向着敌人射出 要知道这里可能什么都缺 确实不缺灵气啊 周遭的灵气简直都浓密到了实质化的程度 如此可想而知 刚刚那箭在最后一个刹那会发出多强大的威力了 如果你也看到了那一个长宽大十米的大坑 那么你就会知道刚刚韩宇向前逃走的抉择是多么的明智了 眼睛向着那边扫视而去 韩宇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为此韩宇的眉头不由皱得更紧 神色变得越加的浓重了起来 如果说现在韩宇对付这些骑兵还有手段 那么这种手段大概便是因为骑兵的只能向前不能后退的特性了 但是 但是如果出现了弓箭手 那么 那么情况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弓箭手可是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就发出攻击 而且即便弓箭手冲向前去了 他也还是能够向敌人射箭的啊 更重要的是 就目前情况来看 这名弓箭手有足够的实力让所有人都惧怕 而此时 韩宇还根本抓不到弓箭手的所在 当韩宇向着弓箭射来的地方看去的时候 十几名骑兵已经向前冲出 将后面的一切都遮挡住了 铭箭都难挡了 暗箭韩宇还怎么挡啊 这里 这里实在太可怕了 就如同地狱修罗 就如同人间炼狱 对付一般的骑兵 韩宇都已经觉得难以了 然后无头人竟然又加入了战圈 这简直都让韩宇心力交瘁了 而现在 现在竟然还有弓箭手躲在背后放冷箭 这让韩宇如何是好啊 到了这个时候 大部分一定都会生出为难的情绪 甚至忽想要去放弃 但是 但是韩宇却是韩宇啊 韩宇几乎什么都没有多想 直接就动作了起来 一个略起 韩宇继续向前前面的泉水而去 此时或许已经无计可施了 但是韩宇又怎么可能坐以待毙 既然猜测到去了泉水之后 就能够摆脱无头人的纠缠 那么韩宇自然还是要去往泉水的 被一个幽魂跟着 而且是不散的幽魂 韩宇一点都不好过 因为如果在逃走的时候 那个无头人突然给韩宇一击 然后那些骑兵又冲过来了 那个时候韩宇不是危险至极了 所以此时能够解决一个麻烦 就先解决一个麻烦吧 韩宇身子继续向前 一拳头向着前面一名骑兵轰去 然后不做任何停留 身子划过地面继续向前而去 是的 有始至终韩宇都没有选择掠空而行 因为从最开始 韩宇就感觉空中或许并不比地面安全 而刚刚突然而来的弓箭 就已经证实了韩宇的这一个猜想 要知道如果有弓箭手 那么韩宇掠到空中的时候 他不就成为了标靶 在战场当中 在千军万马当中 敌人就算有神剑手 但是不是还有着人挡在了韩宇的各个方向 让韩宇能够安全很多 让那神剑手不能轻松将自己的实力完全发挥出来 正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此时韩宇更应该贴地而走 但是贴地而走 却又不是简单的啊 那些骑兵看见了韩宇 都向着韩宇冲撞了过来 一个个都凶悍无比 手中武器无不如同先兵 有着碎猎山河的强悍 韩宇左躲右闪 拳头向前 周身已经是火焰漫天 从高空看下来 从远处看过来 现在这一幕当真是震撼的一幕啊 只见滚滚烟沉漫天而起 万千满身甲兆的骑兵带着一身肃杀的气息 向着这边汹涌而来 把蹄声声声响彻天际 骑兵如同潮水一般向前涌来 简直无可抵挡 而这滚滚烟沉当中 这滔天气势当中 却又有一道火焰要冲破天际 要逆流而上 火焰在不断向前着 就如同那逆水行舟 而偏生那一夜偏舟 却又要开阔出自己的天地 火焰不断壮大 一路向前 虽然左摇右摆 但却生生不息 却始终在向前而去 如此这般 韩宇也不知道自己经历了多少次生死一线 更是不知道自己身上多出了多少道伤口 终于 韩宇还是来到了泉水之前 为此 韩宇不由大大地呼出了一口气 只要进到泉水里 就能够摆脱那不散冤魂一般的无头人了 只要能够摆脱无头人 只是面对骑兵的话 韩宇只是逃跑的话 当能逃掉 然后韩宇不再有任何犹豫 将自己的身发和修为都提到了最高 通龙 前面十几名骑兵排成一线 向着韩宇冲锋而来 他们手中武器都闪烁着淡淡的光芒 和那无双的杀气 韩宇眉头微微一皱 然后 然后拳头紧紧握起 将练天弓法施展到极致 都已经到了这里 韩宇自然不可能让自己功亏一篑 他要一举冲到泉水里 通龙 爆炸声再起 然后是漫天的火焰升腾了起来 那十几骑兵 一下子都被韩宇的拳头给轰飞了出去 韩宇乘风破浪 如同一头虎杀 无所畏惧 无物可挡 速度快到了极致 气势更是凶悍到了极致 前面又有了几名骑兵冲了过来 这些骑兵原来都是这样的一往无前 都是这样的不为一切 仿佛他们神佛都能够杀死 但是 但是在这一刻 这些骑兵像是开始有了犹豫之色 他们向前而来的速度 竟然稍稍捡了下来 他们向前的方向竟然也稍稍做出了改变 虽然这里用了两个稍稍 但是如果你对这些骑兵也足够了解 你就会知道这两个稍稍意味着什么 一个军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士气和勇气了 没有士气和勇气 就算一万个人也不能将一个人打到 一支原来应该勇往直前的军队 竟然不在勇往直前 是不是就说明他不再充满勇气和士气 如此是不是就说明这支军队不堪大用了 这个时候的韩宇虽然有点迷惑 却没有想到太多 只是继续向前而去 so 突然一声轻响响起 然后 然后有空间扭曲了起来 韩宇周围的空间扭曲了起来 这些空间像是一面被投入了巨石的湖面一般 升起了连衣 连绵不断的连衣 然后 然后巨石投落的中心 那连衣升起的中心 突然的 韩宇只感觉到自己的背部 突然生出了一种强烈的刺痛感 就如同有一杆长矛将自己的身体给洞穿了一般 然后 第2157张婴儿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韩宇每一次遇到事情 都会有意外发生 而且这个意外往往都是让韩宇难受的 让韩宇陷入更严重的危险当中的 就像是现在 韩宇感受到了身后传来的剧烈刺痛感 他很想回头 却又发觉一时之间自己的身体竟然难以动弹 头转了半天 却还是没有办法转过去 而没有将头转过去的韩宇 此时一张脸上已经有紧张和惧怕的情绪出现了 因为就在这时 韩宇前面的那些骑兵 像是突然都疯掉了 是的 这些骑兵是真的疯掉了 刚刚他们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显得有点犹豫和惧怕 但是在这一刻 他们却全部冲锋了起来 冲 冲锋声不断响起 但是如果你也看见此时这些骑兵的状态 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一声冲锋声 并没有多少的杀意 他们身上的那些杀气 那些嚣张到连神佛都不放在眼内的嚣张 荡然无存 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 这些骑兵就像是在捉着老鼠的猫 却突然发现自己身后出现了一头头强横的凶狠的老虎 剩下来给他们的选择只能是荒不择路的逃走 而因为韩宇就在他们前面 他们又是如此的惊慌 所以现在韩宇要面对的骑兵 一点也不比刚才弱小 相反 这些已经不顾一切没有任何张法冲锋起来的骑兵 在意识之间爆发的力量和气势 已知刚才还要厉害太多了 哼 突然一声巨响响起 然后 韩宇的眼睛不由猛然瞪大了起来 因为就在这时 韩宇感觉到自己身后的刺痛感 已经强烈到让自己的心脏都有一种破碎的感觉了 前有冲锋骑兵 后有不明的危险 韩宇该如何是好 在这一刻 韩宇感觉到了强大的危险 甚至呼这种危险都让韩宇有一种想要不管不顾一切的冲动 然后 然后韩宇狠狠一咬牙 死死地握住拳头 猛然将速度提升了上去 向着的前面的冲锋骑兵掠了起来 通龙 由火焰掏天而起 有气流向着四面八方飞箭而出 每一道气流的飞箭 都像是能够将泰山给冲垮 都像是能够将大海给推翻 前面的骑兵不断被冲飞 被那熊烈的火焰冲飞 韩宇再向前 再不断向前 但是 但是韩宇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因为前面的骑兵是这样的连绵不断 是这样的生生不息 一击被冲飞了 立即又有两骑冲了过来 他们仿佛已经无所畏惧 他们仿佛已经不顾一切 根本就没有将韩宇强大的攻击放在眼里 So 突然一道淡淡的光芒亮了起来 然后 然后突然有一阵强风升起 这道强风真的很强烈 强烈到仿佛一道剑气 一道举世无双的剑气 只见这道强风所过之处 地面瞬间分崩离析 裂开一道巨大的坑 而前面冲过来的骑兵不是被直接分成两半 便是被轰飞了出去 而这道强风仿佛没有止境一般 他不断在向前 一直向前 仿佛会就这样到达天涯海角 直到消失在韩宇的视线里 他的气势也没有减弱丝毫 这个时候再看韩宇的前方 能够看到的是 滚滚的骑兵依旧在冲锋再向前 再带起的滚滚烟尘 而韩宇所在的这一条直线之上 却是一条道路 一条没有任何阻拦 甚至没有一点烟尘升起的道路 只要沿着这条道路向前 韩宇将能轻易到达前面不远处的泉水 但是 但是在这一刻 韩宇却已经难以动弹了 有鲜血流了出来 从韩宇的胸膛 然后 然后韩宇胸膛之上的鲜血 就如同喷泉一般喷射了出来 撒了开来 像是要将整个天空给撒满 再看韩宇的胸膛 一个触目惊心的有拳头大小的洞口 正像是一头凶兽的血盘大口在张大着 仿佛要将整个宇宙都吞噬掉一般 而此时韩宇的脸色依然苍白 整个人再也没有办法站直 气息更是混乱的一塌糊涂 整个人就像是随时会倒下 随时会死在这里 用手轻轻按了按自己的胸口 感受着胸口上的伤势 但是韩宇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 刚刚他明明已经提防了 明明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但是 但是却还是没有想到 那件竟然会如此厉害 是的 刚刚穿透了韩宇胸膛的 让韩宇的前面出现了一条道路的 正是一支箭 从之前受到那一箭的偷袭之后 韩宇就已经在防备着那弓箭手的再一次出现 但是却没有想到 这箭的威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你明明已经知道他会射过来 你明明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 但是你还是会被他射中 还是会被伤害到 这射箭的人究竟有多强 这一支箭又强大到了何种地步 韩宇简直不能想象 如果再有第二箭过来 即便自己掌握了一点内世界的妙用 自己是不是也只能死在这里了 深深地吸了口气 韩宇将这些事情抛在了脑后 继续想要向前而去 现在可没有任何时间给韩宇休息 给韩宇去思考啊 冲 前面的骑兵再一次大喊大叫了起来 这一次 他们的喊叫显得是这样的凌乱 是这样的仓促 他们的步伐也乱了 甚至乎都有一些骑兵 直接就撞到了自己一边或者前面的骑兵 一时之间 整个场面混乱到了一种极致的程度 烟尘更是滚滚 似是都要滔天而起了 不断有马惨叫的声音响起 不断有骑兵倒地骨头被踩碎的声音响起 不断有鲜血在飞溅 场面混乱却又是这样的惨烈 一瞬之间 简直就已经血流成河 施横遍野了 韩宇管不得这许多 只是沿着前面这条空出来的路一直向前 突然 突然韩宇又感觉到了一些危险的气息 然后韩宇看见一个身影继续向着自己掠了过来 无头人 无头人一直就没有放弃过冲击韩宇 因为骑兵实在太多 而韩宇的速度也太快 没有多少智慧的无头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追上韩宇 而经过刚刚的那一耽搁 无头人也就有了追上韩宇的可能 看着无头人 韩宇的眉头不由紧紧皱了起来 按照计算 无头人将会再下一个瞬间就会来到韩宇身前 而因为刚刚那一支箭的冲击 韩宇却还没有缓过一口气来 最起码还需要两个呼吸的时间 韩宇才有可能强行压榨自己的修为 让自己有和无头人一战之力 但是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 无头人眨眼时间不到就来到了韩宇身前 就要一下子将韩宇给撞飞出去 无头人的撞击 或许对于韩宇这强横的身体来说 并不如何的严重 最起码一次的撞击 还是不能够让韩宇死掉的 但是 但是此时如果韩宇被撞飞 被撞进那些骑兵兵士的路线 那么等待韩宇的不是万千骑兵的冲击了 如此 那个时候 韩宇还有可能活下来 又是突然的 有一道亮光亮了起来 这是一道并不强烈的亮光 这道亮光甚至还很温和 淡淡的 就如同夜晚的萤火虫 给人一种想要清净和美好的感觉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从这亮光里面感受到一丝一毫的危险 而因为这光亮的亮起 突然的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那些骑兵像是突然就不会动了 无头人也突然停住了自己的脚步 在这一刻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宁静 宁静到了一种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的程度 仿佛声音突然就被夺走了 然后 通龙 一声巨响响起 那些骑兵 就如同被狮子追着的兔子 就如同被猎人追着的猎豹 就如同过江之际 速度快到了极致 气势声腾到了极致 他们都一个静猛地向着前方冲了起来 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快 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前面的骑兵竟然都全部走光了 那成千上万像是会源源不断的骑兵 竟然一下子都走光了 韩瑜满脸的不可思议 刚刚他以为会没有止境地出现的骑兵 竟然一下子就不见了 转而 韩瑜又发现了一点奇怪的地方 刚刚对着自己穷追猛打的无头人 竟然真的站在原地一动不会动了 就像是成为了木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韩瑜满心的疑惑 按照道理来说 这个时候 他韩瑜应该是处在最危险的时刻才对啊 怎么现在什么危险都没有了 然后 然后韩瑜听到了一点水花溅起的声音 就如同有一个人突然从泉水里跳出来了一般 然后 然后韩瑜看到了一个婴儿 一个从泉水里跳出来的婴儿 这个人是婴儿吧 因为这个人的身子只有两个巴掌大小 比诸如还要诸如 但是 但是韩瑜很快又发现自己的第一个判断是错误的 因为任何一个婴儿的眼睛都不应该存在这么多的情感 任何一个婴儿的脸上都不应该出现如此凶狠的神情 任何一个婴儿的身上都不应该有这样浓烈的煞气 而更加奇怪的是 这个婴儿并没有眼瞳 只有眼白 整只眼睛都是白色的 更加奇怪的是 明明只有眼白的眼睛是不会传递任何情绪的 韩瑜却又从这双眼睛里感受到了万千种负面的情绪 仿佛全世界都欠了这个婴儿的人情一般 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虐待这个婴儿一般 这个婴儿全身都是煞气 简直就如同煞神 韩瑜瞬间感觉到了危险 无比的危险 虽然还不知道这个如同婴儿一般的存在是怎样一个存在 但是通过刚刚骑兵出现的异常和无头人出现的异常 韩瑜不难有这样一个想法 刚刚的骑兵之所以会惊恐地逃走 刚刚的无头人之所以会突然停下来 完全是因为这个婴儿 如此这个婴儿又会是怎么样的存在啊 韩瑜有办法对付这个婴儿吗 在仔细感受了一下这个婴儿之后 韩瑜的眉头不由再次紧紧皱起 因为在这一刻 韩瑜发现这个婴儿并没有强大到 能够让那些骑兵如此害怕啊 韩瑜有足够的自信 自己能够在十招之内将这个婴儿给轰杀 而且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而就在韩瑜如此想着的时候 突然的 突然的泉水里面不断有水花溅起 然后 然后韩瑜不由待在了原地 一双眼睛几乎都要从眼眶里跳出来 这 第2158张古怪和危险 开始的时候 水花只是一点点溅起 然后 然后就像是有一块大石头砸在了泉水之上一样 水花简直都如同金涛一般要曝天盖地而起了 然后 然后正面泉水都像是要翻涌了过来一般 泉水不断向着空中溅起 是真的曝天盖地而起了 然后 然后韩瑜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 随着泉水的溅起 一个又一个只有两个巴掌大小的婴儿 不断出现 这种场面该这么形容那 就如同那白鬼哭 就如同那炼狱 成百万的鬼魂被一下则被扔了进去 他们不甘自己下地狱 他们不甘自己被炼化 带着无声的怨气和怒气 他们要反抗挣扎 所以他们不断向着上面爬去 踩过同伴的身体 向高处掠起 只是一个瞬间不到 泉水之内就出现了万千个婴儿 这些婴儿的表情一个比一个凶狠 这些婴儿身上的煞气一个比一个强烈 一个婴儿的煞气都快要滔天了 而这千万个婴儿聚集在一起的煞气又会如何 韩瑜只感觉自己的脑袋突然就嗡的一声响了起来 差点直接就成为了一个白痴 因为那强烈到让人无法承受的煞气 幸好在关键时候 韩瑜咬破了自己的舌尖 保存了自己的理智 不过即便是这样 韩瑜也忍不住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韩瑜的意志有多坚定 韩瑜的精神有多强大 可以负责任地这样说 和韩瑜同一个级别的强者 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有韩瑜这样强大的精神力的 甚至乎就算是一些差一步半生 如果要和韩瑜比精神力 也可能会输的 而这样的韩瑜 竟然直接就因为这些婴儿的出现 甚至乎这些婴儿都还没有将韩瑜当成敌人的时候 他就差点失去了自己的心神 差点迷失了自己 而就在这时 这些婴儿像是才发现韩瑜一般 他们的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了韩瑜 然后 然后有怪声响了起来 这声音真的很奇怪 像是小孩子在哭 又像是死了孩子绝望的妇人在尖叫 又仿佛那杀掉了仇人之后撕心裂肺一般的哀嚎 但无论这种声音是属于哪一种声音 它都有一种特点 就是充满了怨恨 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煞气 充满了绝望 韩瑜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一种声音 只是听着这声音就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在没有生存的希望 就让自己郁闷到胸口都要爆炸 就让自己痛苦到心脏都要碎掉 就让自己难受到脑袋都要爆炸开来 再一次狠狠咬破了自己的舌尖 韩瑜又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这一次吐出的血 竟然是黑色的 看着地上自己的血 韩瑜的神色凝重到了极点 知道因为刚刚那声音自己的内脏可能已经损伤很是严重 然后 然后那些婴儿向着这边汹涌了过来 是的 这里没有用错词语 这些婴儿确实是向着韩瑜汹涌而来的 他们一层叠着一层就像是浪花一般 向着这边推了过来 每一波浪潮 都是由十几排的婴儿组成 他们一边发出那种无法形容的声音 一边已经张大了他们的嘴巴 这些婴儿的嘴巴竟然会如此之大 他们的嘴巴一张开 几乎都将自己的整张脸给称没有了 仿佛他们就不是一个个体存在 而只是一张嘴巴 而他们的牙齿 他们的牙齿是这样的凹凸不平 是这样的凉又不齐 又是这样的土黄漆黑 难看到了极点 当他们的嘴巴一张大 距离还有一里地的韩瑜 便已经感受到了一股熏天的臭气 这些婴儿的嘴巴像是一万年没有洗过了 不就算一万年没有洗过的嘴巴也不会这么臭 他们会这么臭 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吃的东西 他们吃的东西 大概是这个世界最肮脏的东西了吧 韩瑜无从知道这一个问题的答案 此时他也不想去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在这个时候 韩瑜指向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逃 面对这样恐怖数量如此之多的婴儿 任何人都只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又在这时 突然的韩瑜感觉到自己的身边有一阵风吹了起来 然后 然后韩瑜发现刚刚想要过来攻击自己的无头人竟然动了 无头人竟然向着那一堆婴儿冲了过去 在这一刻 无头人手中突然多了一根战枪 无头人的手一斗让战枪耍出了一个枪花 然后无头人整个人便和战枪合为了一体 带着滔天气势向着婴儿冲了过去 在这一刻 韩瑜不由又被震惊到了 因为此时的无头人表现出来的气势是这样的强大 只见随着无头人再向前 他的身周有了一道淡淡的光芒升了起来 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速度实在太快 他的力量实在太强大 无头人周边的空间都开始扭曲了起来 无头人身边开始出现了火星 而这些火星却没有燃烧而起 不是因为没有燃烧的物体在 而是因为那些火星升起的空间之内 已经没有了空气 空间的扭曲 正是因为无头人的速度太快 他的气势太强大 所有的空气都被挤压开了去 所以无头人的身周已经成为了真空 空龙 一声巨响响起 无头人就像是一座大山一般 撞在了婴儿巨浪之上 当即有无数的气浪翻滚了起来 冲击着空间 让空间都扭曲了起来 让空间都破碎了开来 无数的婴儿向着四面八方撞飞了出去 或者撞到了某座大山上 直接就让那座大山生出一个大洞 或者撞向了天空之上 直接就穿过了不高的云层 消失在了寒雨的视线之内 然后 然后以无头人长枪所向的那一个空间 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洞 一个黑色的大洞 这个大洞旋转了起来 因为这个大洞正是空间裂痕 无头人的一枪 竟然已经将空间都给撕裂 撕裂空间还不算数 无头人甚至还要将撕裂的空间 再一次撕裂 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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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响不断响起 无头人的身子已经消失不见 而寒雨能够看到的婴儿 都已经全部倒飞了出去 或者直接就死掉 或者倒地不起 太强大了 这无头人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呼 呼 突然有像是有一阵阵大疯狂吹而起 然后 然后整个泉水面又沸腾了起来 然后 然后像是泉水成为了火山口 泉水像是绒将一般向着天空喷射了出来 带着要突破天际的气势 然后 然后又有婴儿从泉水里涌出来了 这些婴儿的眼睛不再是白色了 而是红色 不 他们的眼睛应该不是红色的 之所以他们的眼睛会呈现红色的状态 实在是因为 因为他们的眼睛在流血 鲜血从他们的眼眶里流了出来 流到了脸上 让他们的整张脸甚至是整个人都变成了红色 诡异的鲜艳的红色 婴儿又叫了起来 愤怒地大叫着 对着已经声到了空中的无头人 然后 然后有一个婴儿突然动了 再然后 韩宇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发现无头人的一只脚已经有一只婴儿在那里 那个婴儿张开了他的嘴 咬住了无头人的脚 啪啦 韩宇听到了一声脆响 然后看见无头人的腿上有鲜血流了出来 无头人的腿被婴儿的牙齿给冻穿了 无头人的骨头都被咬碎了 看到这里 韩宇不由又是一惊 因为韩宇和无头人交过手 所以韩宇很清楚 无头人的身体有多么的强悍 要知道之前韩宇可是几乎出尽了全力 都没能在无头人身上留下一点伤汗啊 而现在 只是因为那个婴儿的一咬 无头人的腿就被咬破了 无头人仿佛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疼痛 手中枪一抖 直接就冻穿了婴儿的身体 然后 然后无头人一手持枪 整个人气势如虹 人枪合一 又要向着地面的婴儿冲去 啪啦 翠响不断响起 韩宇只觉得眼前一花 然后 然后便再也看不到无头人了 因为刚刚无头人站立的位置 此时已经被婴儿给占据了 那些婴儿的速度简直就如同鬼魅 快如闪电 所以在这么一个刹那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个婴儿冲了上去 直接就是一口咬上了无头人 让无头人再没有一点肌肤露在外边 巨像是蝗虫过境 一窝蜂耳上覆盖了所有一切 韩宇不由大大地吸了口凉气 终于知道刚刚那些骑兵为什么会如此惊慌了 这些婴儿的数量不知道要比骑兵多出多少 最起码韩宇眼前所见 这些婴儿就有无数个了 而且泉水还在不断沸腾着 预示着将会有更多的婴儿会从泉水里涌出来 而这些婴儿的速度又是这样的快 根本就不给人任何躲闪甚至是反应的时间啊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牙齿是这样的坚硬 简直都能够动穿一切 如果被这一群婴儿盯上 任何人都没有活着的希望了 在这一刻韩宇不由同情起了无头人 突然又在这时一道强横的气息滔天而起 那成堆的咬在无头人身上的婴儿都爆炸了开来 同时一道剧烈的光芒亮了起来 让整个天空都失去了颜色 让所有睁着眼睛的人都不由感觉到了一股刺痛的感觉 然后 然后韩宇看见了无头人 无头人整个身体无处不是鲜血 无处不是伤痕 显然 刚刚婴儿的牙齿 几乎已经将无头人给撕成碎片了 大概刚刚无头人爆发了自己全身的力量 才可能将那些婴儿全部都赶走吧 因为在这一刻 无头人身上的气势又下降了 然后 然后无头人舞动战枪 然后 然后无头人一头向着泉水之上的婴儿冲了下去 这 第2159章逃离 这个世界实在有太多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韩宇来到这片大陆的时间不长 但却经历过了足够多的事情 或许韩宇在这片大陆上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所经历过的事情 都会是人家几辈子都无法经历的了 然而是这样 韩宇也觉得眼前所见 太超出自己的预料了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人长得如同婴儿一般大小 没有想过像是这样婴儿一般的存在竟然会如此凶狠 最让韩宇没有办法想到的 还是那个无头人 这个无头人此时表现出来的气势 简直就是一往无前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无头人 而像是一个战神 韩宇看见 无头人的一条腿被婴儿给咬住了 无头人一枪将这个婴儿给动穿 又是一个婴儿咬住了无头人的手臂了 无头人手猛地一甩 将婴儿给摔飞 无头人的身体不断被婴儿给咬住 然后无头人不断将婴儿给轰飞 一次又一次 身体上的鲜血简直都要将大地都给染红了 身体上的伤口简直都已经惨不忍睹 甚至呼此时韩宇都不敢肯定无头人是不是还有血肉了 但是无头人就是没有停止自己的动作 就是死死地紧紧地握住自己的战枪向着泉水而去 向着正不断有婴儿涌出来的泉水而去 以大波婴儿围上了无头人 将无头人给围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 就像是一群蜜蜂围住了一朵小花 但是 但是这些婴儿还是没有能够阻止无头人继续向前 无头人就是羽工 无头人就是精卫 他始终都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 他始终都在向前 因为婴儿实在太多了 所以此时的无头人简直就如同一只蚂蚁 如同大山前的一只蚂蚁 但是蚂蚁却还是要向前 要推动着大山向前 那山阻不了我 那海阻不了我 我要夺来又要夺往 虽然速度很慢 甚至可以说是静止的了 但是无头人却实实在在在推动着大山 在向着泉水而去 看到这里 韩羽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 然后 然后韩羽二话不说 转身就逃走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更多的刚刚从泉水下的涌起的婴儿 突然就将视线落在了韩羽身上 他们就像是一头头野狼 对了 这些婴儿真的像是野狼一般 一头头饿极了的野狼 他们眼睛里那些复杂的情绪 归根到底或许还只是对于食物的渴求 想要将一切都吞掉的渴求 是了是了 这些婴儿的牙齿为什么会这么难看 这些婴儿的嘴巴为什么会这么臭 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什么都吃 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 所以什么都要吃 想到这一点 韩羽的速度更快了 但是韩羽快 那些婴儿也快 无头人已经被无数的婴儿给覆盖了 地下这些婴儿就算想要上前分一杯羹 却连一点位置都挤不进去了 所以他们要将目标转移 而刚好韩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狂奔 韩羽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那些婴儿滚滚而来 他们就像是波浪一般 向着韩羽而去 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泉水里面 实在有太多的婴儿了 这些婴儿就像是被人 从背后狠狠地向前推去一般 速度快到了极致 时间一分一秒滴过去了 韩羽的速度竟然不如那些婴儿快 很快就被一只婴儿追上来了 而也在这时 韩羽发现 自己竟然已经赶上了那些骑兵 二话不说 韩羽将自己身后的一个婴儿给轰飞之后 速度再快 直接就进入了骑兵阵营当中 而这个时候 这些骑兵仿佛完全没有见到韩羽一般 根本就不理会韩羽丝毫 只是一味地向前冲去 通龙 通龙 一声声巨响响起 有婴儿追上了骑兵 一口就咬在了马屁的大腿之上 一口就咬在了骑兵的甲肘之上 一口就咬在了自己能够接触到的任何东西之上 然后 然后这些骑兵当然就人仰马翻 一匹马倒下了 就连累到了另外一匹马 一个人倒下了也就连累到了另外一个人 如此形成一个连锁反应 靠得近的一堆骑兵全部倒了下去 然后 然后那些婴儿直接就如同潮水一般淹没过来 这些婴儿简直就是闻到了血腥味的鳄鱼群 他们凶狠 他们嗜血 他们无所顾忌 他们要将一切都吞噬 再然后 再然后 韩羽什么都看不见了 只知道自己再也听不到那些骑兵的声音 再也看不到那些骑兵的半点身影 甚至乎 在后来的时间里面 韩羽连那些骑兵的甲肘都没有看到了 这些婴儿就是过境的蝗虫会将一切都吞噬 这些婴儿简直就是魔鬼 随着时间的推移 韩羽虽然已经离着那些婴儿的距离越来越远 但心底震惊却是越来越强烈了 第一次 韩羽第一次认识到 集体的可怕 一个婴儿 甚至是十个婴儿 韩羽都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战胜 但是 但是这么多的婴儿 这数不清的婴儿 韩羽觉得自己的修为就算在提升十倍 也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也只能被他们吞噬干净 而因为已经向前掠出了很长一段距离 此时的韩羽不得不担心 自己会走到这个小世界的尽头 韩羽很清楚这里一定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里也是一个内世界 只不过这个内世界 并不是某个强者的内世界 而是天地大道生出的一个内世界 会出现这样的小世界 实在还是因为王菱花啊 因为王菱花实在具备了太强大的力量 强大到它都可以影响到天地 影响到大道 甚至乎让天地大道 都要因为它而为生出一个小世界了 如果你也还记得当初 灵天只是从韩羽这里 得到一片冰雁草的叶子 去启动阵法 就能够抵挡住两名制强者的攻击的话 那么你此时就会对王菱花的作用 或者说强大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但是 但是这里是一个小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不是就会有尽头 整个天地都不会是没有尽头的 更何况是这个小世界 如此 韩羽一直向前而去 不是迟早都会走到尽头 那么 那么到时候 韩羽不是要被那些婴儿抓住了 就在韩羽如此想着的时候 韩羽就已经能够看到 这个小世界的尽头了 韩羽的前方 有一道光幕出现在了那里 那道光芒很宽大 像是一面大门 将这个世界的一个横截面全部都包括了进去的大门 呼 有风吹起 第一个骑兵冲向了光幕 光幕当即像是一面微微摇晃的湖面 摇晃了起来 然后 然后是更多的骑兵向着光幕冲了过去 但是 但是在这些骑兵冲过去之后 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 甚至连一点微风吹动的迹象都没有 如此 韩羽就不得不考虑这光幕的后面是什么了 是出口还是另外一处险地 通龙 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韩羽不由将头转了回去 然后看见 那如同波涛一般的婴儿离着自己已经不远了 他们的嘴巴都死死地张大着 将他们那些难看的丑陋的充满了煞气的牙齿给露了出来 争鸣而可怕 再这样迟疑下去 韩羽也只有被婴儿给吃掉的份儿了 韩羽狠狠一咬牙再不迟疑 直接向前冲了过去 光幕当即又是一阵轻轻晃动 然后 然后韩羽便消失在了原地 时间已经过去一刻钟了 外面的动静也应该停止了吧 真不知道这一次过去 外面的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陈豪和黄燕等人所在的阵法之内 依旧平静 和外面的世界相比 这里简直就可以算是天堂了 因为这里实在太过于安全和平静了 因为安全和平静 所以也就有点无聊 又或者说百无聊赖 所以这里面的两个人便开始闲聊了起来 嘖嘖 还记得上一次吗 当我们出去之后 外面简直就 就可以说是变成废墟了 那些骑兵就如同洪水一般向前推来 将一切都给推到了 我都不敢相信 如果我们就在外面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或许面对那样的场景 会比直接让自己死掉 还要吓人吧 一个人这样说着 不由摇起了头来 脸上满是金句之色 很明显外面的阵势实在给予他太大的冲击了 他甚至联想也不敢去想这些事情了 另外一个人也不由摇起了头来 如此这般两人便都陷入了沉默 两久都没有说话 似是有一块大石压在了他们的心上 让他们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 更不要说去说话了 而就在这时 两人突然听到一旁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在阵法之内 只有两伙人站在了不同立场上的人 他们属于黄燕一伙的存在 他们都是黄家的子弟 所以此时他们轻易地发现吵闹声传来的地方 正是他们这一伙人所在的区域传来的 因为他们进入这个阵法避难也有几次了 所以他们和李全所在的一伙人 从来就不会站到同一个地方 各自都有了各自专门的休息区 所以此时他们传来的吵闹声 不得不让他们微微皱起了眉头 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然后这两人都平息静气 将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那边 在听了一会那边传来的吵闹声之后 两人不由同时摇起了头来 做出了一副很是无奈的表情 唉 真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了这种事情 出着一个人用力地摇起了头来 那个家伙也是的 即便修为很高了 也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啊 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他怎么可以这么自信啊 难道不知道这里是这个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就算是那些志强都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度过这里的难关 他怎么就能够自信自己一定能够活着 他走了 叫留下来的人怎么办啊 另外一个人似是想到了什么 脸上不由出现了一点目气 或许人家觉得自己很强 觉得自己是绝对不会出任何意外 所以才会这样做 那人搭枪道 哼 就是因为那个家伙如此狂妄 他才会死外面的 另外一个人像是很愤怒的样子 突然眼睛都瞪了起来 然后 然后两人都向着吵闹声响起的那边掠了起来 事情说大不大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 或许真的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 第2160章难以 正法之内 因为之前黄晏等人已经几次躲进这个正法之内了 所以此时他们所在的环境并不差 最起码他们搭起了帐篷 让自己有一个不被外界骚扰的环境 而刚刚那两个在骂着韩宇的人 正是听到了这顶帐篷内转来的声音 才会想着向这边掠来的 此时有一阵大吵大闹的声音从帐篷内转了出来 而黄晏正站在帐篷之内 有点手足无措地看向这边的这个小女孩 韩宇哥哥 我的韩宇哥哥在哪里 你们告诉我 我的韩宇哥哥在哪里 我要去找我的韩宇哥哥 我不要在这里等待 我要去找韩宇哥哥 是的 这个大叫着的小女孩正是小红 不久前韩宇和黄晏一起去查探了周围的环境 那个时候 韩宇觉得不会有什么危险发生 就将小红交给了黄晏信得过的人 那个时候的小红是睡着的了 而现在小红醒了过来 发现韩宇竟然不在自己身边 甚至乎自己好像还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之内 小红完全感觉不到韩宇的存在 所以小红不由就慌乱了起来 急得眼眶里都有泪水流了出来 没事的 没事的 韩宇 你的韩宇哥哥只是出去玩而已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很快就会看到他的 你就在这里等一下就好了 隔了好一会儿 黄晏才敢让自己的眼睛看向小红 才敢对小红说话 因为黄晏实在太害怕看见这个小女孩的眼睛了 她的眼睛像是能够看透一切 像是能够看到韩宇因为救她而死在了外面 黄晏感觉到愧疚 不敢面对小红 不 韩宇哥哥不见了 韩宇哥哥不在这里 如果我不去找韩宇哥哥 韩宇哥哥是不会来到这里的 小红已经感觉到这个空间世界并不大 甚至乎小红还感觉到了这个世界是一个内世界 只有在里面打开 这个世界才可能被打开 在外面是绝对不可能进入这里的 对于小红所想的这一点 黄晏自然是清楚的 正因为清楚黄晏的眼睛不由就是一阵瞪大 因为惊讶 甚至乎都忘记了刚刚的羞愧 这个世界是一个封闭的内世界 这一点 黄晏以及在这里的所有人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和很多的试验 才摸清楚的 而这个小女孩竟然一下子就知道了这一切 不可能 区区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有这么敏锐的感知 或许就算是一名半生 在一刹那之间也不可能将这个世界的这个特性给弄清楚吧 黄晏压下了心头的惊讶 又感觉到了悲伤和羞愧 眼睛又有点不敢看像小红了 但是黄晏知道自己始终都是要去面对的 所以压了压心中的悲痛 黄晏才对小红说道 不会的 你的韩宇哥哥一定会回来的 你就在这里等一下吧 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不 你骗我 如果我不出去找韩宇哥哥 韩宇哥哥是绝对不可能进到这里来的 小红肯定地看着黄晏 坚定地说道 黄晏眼睛不由又是一瞪 刚刚她还能够保持平静 还能够确定小红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正法的秘密 但是 但是现在 黄晏却不能了 因为小红说的是这样的明白啊 你怎么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 关于这里的一些什么 黄晏眉头微微皱起 她突然就感觉到这个小女孩和平常的小女孩有点不一样了 虽然这个小女孩身上并没有任何修为的痕迹存在 但黄晏却感觉到这个小女孩变得高深莫测了起来 这里的空间是封闭的 如果不在里面打开 外面的人是怎么也进不来的 所以 现在我要打开这个空间 我要看到我的韩宇哥哥 说着 小红的眼睛突然就亮了起来 然后 然后小红的手动做了起来 做出一副想要将关闭的大门打开的样子 同时小红的一张脸已经变得苍白 脸上出现了无比吃力的表情 仿佛她将一辈子的力气都在这时使用了出来 等等 黄晏眼睛再次瞪大 虽然不想要相信 但是却不能不相信这个小女孩竟然真的知道这里的秘密了 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这里是怎么一回事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的 黄晏不由惊讶地看着小红 连连发出了疑问 小红先是被黄晏这激动的话语给震了一下 打断了刚刚的动作 然后 然后小红身子突然就软了下来 差点就躺倒了下去 虚弱到了极致 看见小红这个样子 黄晏不由焦急地来到了小红身边 不断询问起了小红 我要去找韩宇哥哥 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 我要出去找韩宇哥哥 一会之后 小红终于缓了过来 被小红那一双充满了坚定和痛苦的眼睛看着 黄晏已然忘记了刚刚自己心中的惊讶 只是有气无力地坐在那里 一时间竟然呆住了 我去找韩宇哥哥 小红说着 从床上站了起来 向着外面走了起来 刚刚小红已然感受到 这个空间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自己根本就无法打开 最起码在没有去到这个空间的某个地方 小红觉得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打开这个空间 所以小红向着自己感知到的某个 能够打开这个空间的地方走了起来 又是一会之后 黄晏终于行转了过来 然后眼神变得坚定了起来 她快步向外走去追上了小红 走 我带你离开这里 我带你去找韩宇 说着话 黄晏的手已经抓住了小红的手 向前大步走了起来 一路上 两人的速度都很快 都很坚决 在这个时候 黄晏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前面出现岔路的时候 黄晏根本就没有动作 小红就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那一条路 甚至可以说是小红带着黄晏在前进着 终于 黄晏和小红一起来到了正法的镇眼之处 此时陈豪正盘坐在那里 紧闭着眼睛 因为陈豪是这里所有人当中修为最高的 而也只有陈豪对正法有一定的研究 更是因为陈豪在这里所有人里面有着能够输一不二的地位 所以 陈豪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了掌控这个正法的人 此时陈豪坐在这里 也就是在驱动这个正法 或者说在守护这个正法 当然 此时陈豪根本什么都不需要做 因为当这个正法关闭之后 如果不是凝聚了这里所有人的力量 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开正法 黄晏你来这里干什么 陈豪发现了黄晏 眉头不由微微皱了起来 我要出去 黄晏直截了当地说道 现在时间才过去一刻钟 外面应该还没有平静 这一点难道你还不清楚 陈豪的眉头不由皱得更紧了 我要出去 黄晏再一次对着陈豪坚定地说道 陈豪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他已经习惯了黄晏对自己言听计从 以前的任何时候 无论自己要求黄晏去做什么 黄晏都只会像是一个跟围狗一般摇动自己的尾巴 对自己唯唯诺诺 怎么现在就 难道你就这么急了 你连这一点耐心都没有了 就算你没有耐心 你也只能等下去 如果打开正法 我们都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你想要我们全部人都死在这里吗 陈豪的眼神变得淋漓了起来 眼睛紧紧盯住黄晏 眼睛里有了一些愤怒和厌恶的情绪在 黄晏下意识地就想要去回避陈豪这种目光 被一个自己爱得深沉的人这样看着 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会好受的 但是就在这时 黄晏突然感受到了自己手掌传来的温暖 黄晏不由看向了就在一旁的小红 然后 然后黄晏狠狠一咬牙 将头抬了起来 再次看向陈豪 再次坚定地说道 我要出去 无论如何 这个女孩是这样的信任自己 这个女孩现在是这样的无助 如果自己不帮助她 她会如何啊 还有 韩宇都能够为了自己而付出性命了 自己怎么能够连这一点危险都不去冒 自己怎么就能够因为自己对某个人的爱意 而不去争取一点点的希望 想到这里 黄晏不由后悔起了一刻钟之前自己的表现 那个时候 自己应该坚定才是的啊 想到这里 黄晏的气势不由更加强大了 说道 立即给我打开阵法 陈豪的眉头简直都已经皱到了一块 眼睛眯着 神色很是难看 哼 黄晏你在干什么 你想要去送死 就算你想要去送死 可不要拉上我们 我们可还不想死 突然的 李全的声音在这时响了起来 别多管闲事 黄晏眼睛冷冷地看向了掠向了这边的李全 我就要多管闲事又怎么样了 更不要说这可不是闲事 李全也冷冷地回应着黄晏 你再多说一个次 信不信我将你给杀了 黄晏眼中出现了杀意 他对于李全早就恨之入骨了 此时本就愤怒的黄晏 当真是动了杀心 要动手 来啊 谁会害怕你这个臭娘们 待会你输掉了 被我压在下面的时候 可不要求饶 李全一边说着 一双眼睛里投射出了一种贪婪的光芒 该死 黄晏大怒 一手持剑 身上的气势声腾到了极端 李全那边的一伙人同时站了出来 身上的气势也声腾到了极端 而这边黄晏的族人也都掠了过来 一时之间 双方进入了一种见张努拔的气氛当中 而双方的实力竟然也不相伯仲 黄晏你真要动手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因为这是你在无理取闹 却又在这时 突然的 陈豪的声音响了起来 同时他身上强大的气势也声腾了起来 陈豪身上的气息是针对黄晏这一伙人的 因为陈豪的加入 李全这伙人如虎添翼 其实在这一瞬间已经将黄晏这一伙人的气势压下去了 如果真要动手 黄晏这伙人将没有任何胜算 李真要这样 黄晏的眼睛里出现了悲痛出现了哀求 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陈豪冷冷地看着黄晏说道 很明显 陈豪已经下定决心站在了李全这一边 狠狠地一咬牙 黄晏大叫道 那就动手吧 说着 黄晏一马当仙 向着陈豪冲了过去 陈豪当即舞动了手中箭 也向着黄晏掠了过去 然后 然后在两人就要相接触的时候 突然的黄晏身上的气势不见了 黄晏的眼睛紧紧闭了起来 黄晏是在寻死啊 而在这时 两人的距离实在太近了 陈豪想要收件也已经来不及了 爱着这个人 却又有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又是自己爱着的那个人会阻止的 那么 那么便只有让自己没有意识不能去思考了 因为这个决定太难了 所以黄晏便只有选择死亡